书名 属灵人 中策卷七 魂的分析尼拓生 第一章信徒与情感 当信徒还未经圣灵借着十字架切十座过功之前 他可以有了脱离罪的经历 然而 却是属魂的 不能胜过他自己的生命 就是他天然的生命 我们从前已经说到信徒属魂的生活和工作的情景是如何的了 我们如果谨慎地查读过一个信徒属魂的形式为人 我们就要看见他的形式为人不过都是出于情感而已 魂所包括的虽然有心思 意志 和情感三大部分 然而 属魂的信徒却以属情感为多 在他属魂的生活中 几乎可说 全部都是属情感的 这是因为情感在人生中所占的部分 好像比心思和意志是更多 并且在世人每日的生活中 情感所占的工作 好像也比魂别的部分为独多 因此 我们就看见属魂的信徒 他一切的行动 几乎都是从情感出来的 情感的作用 我们为人的感觉 快乐 畅快 高兴 兴奋 感慨 感触 刺激 颓丧 难过 忧愁 郁闷 苦恼 悲痛 烦躁 纷乱 焦急 热切 冷淡 情爱 恋慕 贪求 连续 慈心 喜好 喜欢 兴趣 欲望 稀济 骄傲 惧怕 懊悔 恨恶等等 都是从我们的情感来的 我们的心思 就是我们思想的机关 我们所有思想方面的工作都是从心思出来的 我们的意志 就是我们定规出主义的机关 我们所有定规方面的工作都是从意志出来的 除了我们的思想和主义 并它们连带的工作外 我们人其他的作用都是从这情感来的 我们所有千万不同的感觉 都是这情感的作用 因为情感包括甚广 因此属魂的信徒 几乎都是属情感的信徒 我们人的情感因为其包括之广 就变为非常复杂的 为着便利信徒明白的缘故 我们现在将情感约略分为三大部分 一 爱情 二 欲望 三 感觉 这三部分可以包括情感三方面的作用 信徒如果能胜过情感这三方面的作用 就快要进入纯洁属灵的生命了 总之 我们人的情感 不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七情而已 我们的情感 就是我们心里所有各种的感觉而已 无论是觉得爱 觉得恨 觉得快乐 觉得忧愁 觉得兴奋 觉得趣味 觉得平淡 都不过是我们心里各种的感觉而已 所以 都是属乎情感的 我们若注意到我们情感中各种的感觉之后 我们就要看见 我们的情感是何等会改变的 世上恐怕很少东西像情感这样会改变的了 我们可以在上一分钟觉得一样 在下一分钟又觉得一样 情感全是凭着感觉用事 感觉源是最会改变的 所以 人若靠着情感而活 就他的生活是没有原则的 人的情感常有一种反动的作用 这意思就是人的感觉在一方面活动了一时之后 就会生出一种反感 乐极生悲 就是一个例子 在大兴奋之后 多是有大颓丧的 在狂热之后 多是有退缩的感觉的 就是在情爱方面 也是虽然起始爱好 过了一时 因感觉受了什么影响之后改变了 就那时恨恶的心 比当初爱慕的心更厉害 信徒情感的生活 我们越想到情感生活的作用 我们越知道情感的摇移无定 和其不足靠 所以 信徒如果不是靠着灵而活 而靠着情感而活 就难怪其常有波浪式的生活了 好多的信徒常为自己的生活难过 因为他的精力并不平稳 有的时候 他好像是在三层天之上 超越了一切的人生 但是 有的时候 他又降下来 为世上常人之一 他的生活常是这样高高低低的 不必外面有什么重大的事 叫他改变 只要少有不如意的是灵道 他便没法抵挡 堕落了 这不是别的 就是信徒受情感的支配 而非受灵的支配 因此 才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情感还是生活的要素 还未交于十字架 灵还未蒙圣灵加力刚强起来 所以信徒的灵还是软弱的 还未能管制全人 还未能征服情感 使之居次 使之完全受灵的支配 如果信徒借着圣灵将他自己情感的生命定在十字架上 而接受圣灵做一切的主 他就可免去这一种时高时低的生活 在属灵信徒的生活中 情感可说是一个最大的仇敌 我们知道信徒是应当随着灵而行的 信徒要随着灵而行 他就必须注意他灵所有的指示 我们知道灵的知觉是轻微的 细嫩的 同时锐利的 信徒如果不是安静的 专心的 受教的等候 接受 查明他灵直觉的启示 就他断不能地着灵的指引 因此 情感的完全寂静 乃是随从灵所不可少的条件 多少的时候 因为信徒情感澎湃的缘故 已至灵的微小知觉竟被情感所混乱 而终为信徒所掠过 我们始终不能归咎灵的声音太小 其实的知觉都是已经足使我们觉得的了 只因有别的感觉和他相混杂 已至信徒就没有查知的可能 每一个保守自己情感的安静的信徒 都要看见查知直觉的声音 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情感的起伏 还不止害信徒不能随从灵而行 并且直接使信徒随从肉体而行 因为在一方面既不能随从灵而行 在另一方面自然就随从肉体而行了 信徒如果得不着他灵中的引导 他就天然地照情感的冲动而行 我们应当知道 什么时候灵停止引导 什么时候情感就要引导 在这时 信徒自然要以情感作为灵感 以魂的冲动作为灵的感动 属情感的信徒好像是满有沙土的水池 没有人来震荡它 却会澄清 亦有摆动 极形污浊 灵感与情感 许多的信徒不知如何分别灵感和情感 其实这并不艰难 情感总是从人的外面进来的 灵感乃是圣灵从人灵里所发出来的 比方 当一信徒看见美丽的天然时 他里面自然而然地起了一种的感觉 觉得景物是多么好看 自己是多么畅快 这就是情感 或者当信徒看见了他自己的亲爱的人 在他里面也发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觉得在那里有什么一种的能力正在邋遢一般 这也是情感 这些美丽的景物 和亲爱的人物 不过在人外面的 所以 因着他们所生的感觉也不过都是属乎情感的 但是灵感就不然 他只受在他里面的圣灵的影响 唯独圣灵会感动灵 但是 这位圣灵又是住在灵里面的 所以 灵的感动都是从里面来的 他可以不必有美丽的景物 亲爱的人物来激励他 而在最冷静的环境中依然进行 如果是情感的话 就一没有了外面什么的帮助 立刻要颓丧了 因此属情感的信徒 都是顺着环境而活的信徒 他们必须有刺激鼓励 才会进行 不然就停滞了 灵感是不需要外面的帮助的 反之 外面环境的作用若影响了情感 反教灵感被其混乱 使信徒不知他到底是从这那个而行 信徒在此还要小心 不要以为冷静的 没有鼓动的 就是属灵的了 这与真理还差得多 我们应当知道情感会使人兴奋 但是情感也会使人颓丧 当情感催促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兴奋了许多 但当情感组织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颓丧了许多 情感如何会鼓舞 情感也如何会冷静 鼓舞如何是属情感的 冷静也如何是属情感的 许多的时候 信徒因为受了情感的种种作用 就有了许多的错误 但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 他就要压制他自己所有的感觉 而以为这是属灵的了 岂知此时情感的鼓动发生了一种的反动 这一种的反动与鼓动是相反的 自然使信徒冷静了许多 这一种的冷静叫信徒在许多神的工作上 都不觉得有什么趣味 对于神许多的儿女也不觉得有什么亲情 这么一来 就叫信徒的外面的人不肯活动 因而将灵包围起来 叫灵的生命不得外流 而信徒此时却以为自己是随从灵而行 没有从前的狂热 乃是非常冷静的了 岂知他仍是随从情感而行 不过是另一方面而已 不过信徒变作这样冷淡的 在事实上可说还为少数 多数的信徒总是被情感所催促的 因为他们受了刺激 因此他们就有许多月出常轨的行为 如果当他们意气平定的时候 回想到他们受情感作用时候的行为 他们自己也要哑然失笑 以为自己真是毫无意识 从情感而做的事大都如此 到了事后追想 总是觉得犹有余修 自毁鲁莽 所可惜的 就是当信徒受了情感的作用的时候 并没有灵的力量将情感交于死地 而推辞他的掌权 在信徒随从情感而行的中间 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 许多的信徒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做随从灵而行 从来没有追求单独随从灵而行 因此就随从情感的作用了 在这样的光景中 因为他自己没有学习老练在情感作用的时候 就知道其为情感作用而拒绝之就多被情感所强冲 而去做他所不当做的 这并非为他灵的知觉并没有发出直觉上的反抗 不过 信徒因为力量软弱的缘故 听从了情感 而置直觉于不顾 以致情感越来越厉害 自己竟不能制止 竟随之而行 须等到是过境迁之后 再来做一度的悔改 第二 信徒乃是已经知道灵和魂在经历上的分别了 当信徒受情感的作用时 他便知道这是出自魂的 他便立时拒绝 但是 这样的信徒也有随从情感的时候 这就是因假冒的成功 信徒若未属灵 如第一那样的光景 情感就要用他强烈的感觉来漫过信徒 如果信徒已经属灵了 在许多的时候 情感就要假冒灵的知觉 在外表上几乎都是一样的 以致信徒难于分别 因为信徒无知识 和受欺骗的缘故 信徒就多有属魂的行为了 信徒应当知道他如果是随从灵而行 就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着原则的 这因为灵是有律法的 有刚记的 有原则的 随从灵而行 就要随从灵的律法而行 在灵的原则中 是是非非是有一定的标准 如果是是 就无论天因天情都是是 如果是非 就无论兴奋颓丧也都是非 基督徒的生活中需有一定的准则 但是 信徒如果不将情感完全交于死地 就他的生活要没有一定的准则 他就要靠自己摇移无定的感觉而活 而无一定的原则 原则的生活和情感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 随着情感而行的信徒 他不顾原则 不顾平常的事理 以为此事可行与否 只顾自己的感觉 如果自己喜欢 高兴 心爱 就平日所明之为不合事理之常的违反原则的也是受试探去行 如果自己冷淡 郁闷 颓丧 就虽知本分当行 但因自己感觉不是如此的缘故 就也不行 如果神的儿女稍微注意他自己的情感 他就要知道情感是如何会变迁的 这样 他就要知道 随从情感而行是何等的危险 当神的话与灵的原则合乎他的感觉时 他就要遵行 否则弃之不顾 这完全是属灵生活的仇敌 凡要有属灵生活的 都不能不时刻按着神的原则而行 属灵的信徒在处置环境中 有一个名争 就是他是最镇定的 无论外面什么事情发生 或者他自己受了什么刺激 他总是处之艳如 有一种不动心的光景 这是因为他受刺激部分的情感已经经过十字架做工了 并且他的意志和灵都是蛮有圣灵能力的 所以 能管制他自己一切的感觉 因此 外来的刺激 没有能力摇动他 如果信徒没有让十字架取缔他的情感 就要最易受外界影响 支配 摇动 刺激 因为情感是一千的 因此受这情感支配的信徒 就也易于更变 只要外面稍一恐吓 事情稍微加增 信徒就要举止张黄 手足无措 信徒如果真要达到完全的地位 他就不能不让十字架在他的情感里做更深的功夫 信徒如果记得 神并不在纷乱中引导他 那就好了 因为这样要保守信徒脱离许多的错误 当信徒心潮起落 情感澎湃的时候 信徒千万不要定归什么事 也不要开始做什么事 因为在这个时候 情感的作用 太为厉害 他如果随之而行 就要错误 并且在我们感觉纷乱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就靠不住了 因为心思是最会受情感影响的 心思一无能力 我们就不会分别什么是是的 什么是非的 同时 良心也靠不住了 情感一作用 心思一受迷 良心的叛计就无正确是非的标准了 在这样的光景中信徒如果定归什么 行为什么 必定难得正当 后来多是懊悔的 信徒必须运用意志拒绝 停止 抵挡这样的感觉 等到感觉不再顶沸 完全平静的时候 才来定规 照样 信徒也不应当行使情感涌起的事 在有的时候 我们的情感乃是平静的 但是 我们却随着极易形式 以至因之而引起情感的作用 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这也是与我们的灵命大有伤害的 凡一切扰乱我们魂 情感的安静的 都是应当拒绝的 我们不止应当不在情感纷纭时做事 也应当不做是情感纷纭的事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情感并无意外的作用 所以此时所做的事必定不错 岂知我们如果不受灵的引导 而受冷静情感的引导 就我们把事做了之后 必定引起情感的活动 我们中间有经历的人 可以追想 有时我们怎样因着接近一个人 或者写一封信 而引起我们情感的翻腾 这样的事乃是在神旨意之外的 情感与工作 我们在别的地方 已经很注重地说过 属灵的工作唯独灵会做 其余的都没有属灵的价值 因为这点是最重要不过的 所以我们在此还要详说 现在人所最注重的就是人的心理 为主做工的人是很用功研究心理学的 他们以为如果我们的话语 道理 说法 态度 解释 能够迎合人的心理 就我们能够得着多人信主 这心理自然就是人情感的作用 在有的时候 这自然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但是 图靠着情感 是没有一点属灵用处的 我们已经知道 人所缺乏的 乃是重生灵中的重生 所以 凡不能使人以死的灵复活过来 使人得着神自己非受造的生命 使人得有圣灵住在重生的灵里的 都是绝对没有用处的工作 信徒如果不是已将生命给人为他工作的目的 就他如果劝人去拜魔鬼 和他传扬圣道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心理不会使人得生命 人的心理也不会使他自己得生命 若非圣灵亲自做工 什么都是空的 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的情感不过是属乎天然的 并非神生命的根源 我愿信徒切实知道 他的情感是没有神的生命的 这样 就他不要想用自己什么情感的力量 眼泪 悲容 哭声 和其他情感种种的表显来救人 他情感所有的作用 都和人黑暗的灵没有丝毫的的影响 如果不是圣灵给人生命 就没有人能得着生命 我们如果不倚靠圣灵 而想利用情感 就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工作全无 真的 效果 就是人自己的情感 也不会给他以生命 为主做工的人必须看得清楚 人靠自己没有什么是能发生神的生命的 我们就是用尽心理的方法 鼓动了人的情感 使他对于宗教发生趣味 为自己的过去历史懊悔 忧愁 羞耻 为将来的刑罚 惧怕 敬仰基督 爱慕与基督徒往来 连续穷人 并且 因着如此作为而觉得快乐 我们还不会使人重生 因为无论是趣味 懊悔 忧愁 羞耻 惧怕 敬仰 爱慕 连续 快乐等等 都不过是情感中不同的作用而已 人可以完全有了这些 而仍是在灵上死的 因为他还没有直觉上的认识主 如果照我们世人的眼光看去 有了这些的人 岂非一个上等的基督徒吗 但是 这些不过是他情感的作用 都不足以证明他是重生的 重生的第一个表显 便是得重生的人会在直觉上认识神他的灵复活了 所以 我们做工的时候 不要以为只要人向我们改变了态度 有了好感 和以上所说的种种就好了 这些并不是重生啊 如果今日为主做工的都记得 我们的目的 乃是在乎使人得着基督的生命 就他们必定不会利用他们的情感来使人赞成基督的主张 向基督教表示好感 当我们清清楚楚地承认人所缺乏的乃是神的生命 就是灵的复活时 我们才知道一切已靠自己所做的公式何等的空 人无论如何改变 他总是在他自己这一个范围里改变 总不会越雷迟一步 而将自己的生命变成神的生命 因此 愿意我们切实看出属灵的目的 需要属灵的方法的实在 要使人得重生 乃是属灵的目的 所以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唯有用属灵的方法才可 情感是没有用处的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 妇女讲到祷告的时候 必须蒙头 这个自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和见解 但是 我们在此并无功夫来定规到底那一种的解说是对 不过 一件事是明白的 使徒的意思 乃是为着预防情感的作用 他的意思是要将一切动情的都蒙盖起来 因为特别在妇女讲到祷告的时候 是会动人情感的 所以 在身体上说来 不过将头蒙了而已 但是在灵异说来 就是当将一切属情感的都交于死 虽然 圣经不许弟兄在身体上蒙头 但是 在灵异上 弟兄应当蒙头像姊妹一样 这样看来 情感必定是最会在主的工作里发表的 不然 使徒就没有这样的禁令 今日在鼠灵的工作上有吸引力和没有吸引力几乎是最大的问题 天然的有吸引力好像就是天使之优胜 在工作上的成效必定家人一等 天然的没有吸引力好像就是天使之劣败 在工作上的成功自然训人一等 使徒的意思就是应当把一切属魂的盖起来 不管其是天然的吸引人也好 或者天然的不吸引人也好 凡一切属天然的都当盖起来 因此 所有主的仆人们都当从姊妹这件事学了功课 我们天然的吸引人不会帮助我们的灵工 我们天然的不吸引人也不会阻挡我们的灵工 我们不要想到这些 思念我们的吸引力 要叫我们失去倚靠的心 思念我们的无吸引力 也要叫我们不随从灵而行 主的工人若非随从灵而行 就所得的效果都是虚空 主的工人现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许多追求灵力 但是实在属灵的感力 是应当初代价得着的 信徒只要向他自己的情感死 他就必定有了感力 都是因为我们太利用情感了 也太有欲望 爱好和感觉了 以致我们失去灵力 信徒如果不顺着自己的情感而行 在世事上都是将自己的欲望 和使自己觉得快乐的行为交于死地 他就要在人的生命上看见自己的能力 乃是十字架更深的死 会使我们满有灵力 并不是别的什么法子啊 当十字架对付我们自己的欲好 使我们为神活着的时候 属灵的感力就自然而然的 在我们身上显明 还有一样 在属灵的工作上 信徒如果没有胜过情感 情感就要用许多的法子 来阻挠信徒进钱 情感的势力如果存在 信徒的灵力就不足以支配情感 也就不能成就神最高的意志 情感会利用各种的事件 以阻挠工作的进行 我们现在以身体的疲倦为例 我们应当分别 一 什么时候我们休息了 只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疲倦 二 什么时候是因为情感厌烦 三 什么时候是身体疲倦 而情感也厌烦了 神并不愿意我们过度做工 无论是灵 魂 体 神喜欢我们在疲倦时休息 但是 我们应当知道 我们休息了到底是为着身体疲倦呢 还是情感厌烦呢 或者身体有点疲倦 而情感因着厌烦 却以之为题目 而要求休息呢 我们应当知道 多少的时候 我们说是休息 其实乃是懒惰 身体应当休息 心思也应当休息 灵也应当休息 但是 信徒不应当因为情感里恶性情 所发出的懒惰而休息 我们应当看见懒惰和厌烦 怎样以身体的疲倦为寄托 总之 情感是好乐得好自愚的信徒 在正当的休息中 应当提防他的侵入 情感的正用 信徒如果让十字架 深深的在他的情感里做功夫 他就要看见情感 后来不特不会做他灵的障碍 并且 要与灵同工 因为十字架要取缔情感 一切属天然生命的 而更新他 使之成功为灵的一个器具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 属灵人并非一个灵 他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 反之 他要用情感来发表 他属神的生命 当情感为受神处置之先 情感是随着己意而行的 并不会做灵的工具 当情感洁净后 他就可以做灵的发表机关 灵就能够从情感里 表明他的生命 灵需要情感来表明 他的爱心 与对人痛苦的感觉 灵也需要情感 使人觉得直觉的运动 灵的知觉 是从安静的情感中的感觉 使人晓得的 情感顺服灵 灵就能借之而喜欢神所喜欢的 恨恶神所恨物的 有的信徒当他明白了 不应当靠着情感而活的真理以后 他就误会以为属灵的生活 就是没有情感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当除灭情感 叫我们变成没有情感的人 如同牧师一般 信徒如果不明白 十字架的死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就不知道我们将情感交给死 而完全靠着灵活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并非为信徒 应当变成非常刚硬 如铁石那样的无情 才得算为一个属灵的人 好像属灵人的名称 就是代表无情的人一般 反之 最柔软 最与人表同情 最连续人 最有爱心的 乃是属灵的人 信徒完全属灵 将情感交给十字架 并非为从今之后 这信徒就失去他的情感 变成一位没有情感的人了 我们看属灵的信徒 他的爱心是比别人更大的 就可知道属灵的人并非没有情感 不过他的情感好像与常人有点不同而已 在将魂交给十字架的事上 我们必须记得 所失丧的乃是魂的生命 并非魂的功用 因为我们如果将魂的功用叮灭了 就我们将不会思想 主张 感觉了 这一个事实是必须常常记得的 就是失丧魂生命的意思 也不过是我们专一的 继续的 不靠着这天然的生命而活 乃是要靠着神的生命而活 不愿意在随从己而活 在随着自己本来所喜好的而行 乃是要归服神的旨意 并且 十字架与复活乃是两个分不开的事实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罗六五 十字架的死的意思 并非消灭无有的意思 所以魂生命所包含的情感 心思 意志等并非经过十字架便消灭归于无有了 乃是在主的死里失去他们天然的生命 而复活在主的生命里 这样的死和复活 就叫魂的公用机关失去他们的生命 得着更新 而为主所用 因此 属灵的人并非没有情感 反之 他所有的情感乃是最完全 最高尚 一如新自神手里才造出来的 总之 人如果在此有什么难处 那就是在他的理论上发生了问题 在他的灵性的经历里 可说是绝对没有的 情感乃是应当经过十字架做工 太时3839 以除去其火性 其狂热 其纷乱 而使之完全顺服灵 灵有权柄支配情感的作用 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目的 第二章爱情 神的要求 在信徒的经历上 爱情的顺服主 可说是一件最艰难的事 但是主却注意信徒的爱情过于别的 主的要求乃是信徒将爱情完全交给他 任他做主 主要求在信徒的爱情中居守卫 我们常听人说到奉献的问题 我们知道奉献乃是信徒属灵生活的首部 奉献并非灵性的目的 乃是灵性的开端 奉献领导信徒到成圣的地位 一句话可以说的 就是如果没有奉献 就必定没有属灵的生活 但是信徒奉献中最首要的莫如爱情 爱情的奉献与否 就足以定归信徒的奉献是真是假 爱情就是奉献的试验品 我们很容易地献上我们的时间 金钱能力以及许多别的 但是我们很难献上我们的爱情 这并非说我们不爱基督 也许我们是很爱我们的主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以守卫给了什么人 而以次卫给主 就是在爱主之外 又另外爱上什么人 或者自己主张自己的爱情 这都算不得奉献 因为我们还未将爱情奉献上 每一个属灵的信徒都知道 爱情乃是应当最先献上的 如果爱情没有献上 就可说什么都没有献上 在信徒的爱情中 神要求信徒完全爱他 主不愿意他和别人 或是或物 来评分信徒的心 就是给主以大分 主也是不喜欢的 主要求完全 这是信徒魂生命为己的致命伤 主要我们与我们自己所爱恋的分手分心 主要我们完全爱他 也完全随着他而爱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太二二三十七 尽就是捐低为主 主并不愿意我们留下一点的爱情 随着自己的意思而爱 他要完全 他是妒忌 初二十五的神 他不许什么人得着他儿女的爱心 但是 信徒在神之外 所爱的人是何等的多呢 有的也许不过就是什么一个特别亲爱的人 也许不过就是一个以撒 一个约拿单 或者一个拉结 然而 神要一切所爱的 都放在祭坛上 神受不住看见我们留下谁与他竞争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当献上 这乃是信徒得着属灵能力的途径 祭物一放在祭坛上不止 乃是没了的一个祭物放在祭坛上 使火就要从天降临 没有祭坛 就没有天火 没有被十字架 将一切所爱的献给主 那里有圣灵的力量 这祭坛也不当是空的 火要烧其上的祭物 没有祭物 火将烧什么呢 弟兄们哪 并不是我们脑中明白十字架 口中谈论十字架 就会得着圣灵的能力的 乃是我们切实地将一切献上 如果我们有什么秘密的绳索尚未割断 我们的心还向神思留下什么牛 羊 亚甲 我们就不能看见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显明 就是因为信徒在爱情上不让主做主 以至神的工作受了阻挡 多少的父母因为舍不得儿女的缘故 便将儿女留下 以至神的国度受了亏损呢 多少的夫妻 因为彼此舍不得 因而使和田缺乏收割的人呢 多少的信徒因为舍不得朋友的缘故 因而坐在后方 让他的弟兄在前面单独征战 最可惜的就是信徒想 他能同时爱他的爱人和主 不知他们若爱了爱人 便不能爱主 爱主便不能爱他们的爱人 我们如果不能同亚萨说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17325 就我们还是活在魂里 我们不能不注重信徒全心爱主的重要 没有什么满足主的心 像我们的爱一般 主并不是要看见我们怎样为他做工 为他活动 主喜欢看见我们爱他 以福所 其21到7的教会虽然为主劳碌做工 但是 只因他们离了当初的爱心 主便不喜欢 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因着爱主而做的 主就喜欢 如果我们并没有欣慰着基督 我们和他没有感情 我们并不爱他 就虽然在外面为他做了许多的工 就有何用呢 我们应当知道 为主劳碌而不爱主乃是一件可能的事 当日的以福所人就是如此 让我们稍微求神的光照 看我们的活动到底是为着何故 爱主的心 在我们里面是否浓厚 口口声声说主 终日劳碌为主 而心里并不爱主 有何用呢 我 愿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 为着我们的爱主 神的儿女们从来没有想到 他们的爱人是何等的会阻挡 他们灵性生命长大的 当信徒在神之外 别有所爱时 他就要看见神在他的身上 是如何逐渐显为无关紧要 就是他所爱的人也是爱神的 然而 恐怕他从今之后 围着他所爱的人而爱神 比他围着神而爱神的心更多了 这样就他与神的关系从属灵的降低 变为属肉体的 我们断不可因什么人事物来爱神 我们只能因神而爱神 信徒如果是因着他所爱的人而爱神 就他的爱心乃是为他所爱的人所主张 神不过是受他所爱的人的会 才会得他的爱心 这样 就目前他所爱的人影响他来爱神 将来他也可以影响他失去爱神的心 并且 当我们的心倾向什么人时 我们很难保得我们的心冷静 反之 我们多是受了情感的作用 而发了狂热的心去求他的喜欢 在这样的时候 恐怕亲近神的趣味 反不如亲近情人了 恐怕所有一切属灵直觉的事物 都要减少了趣味 也许外面依旧不改 但是心已经盘缓在所爱的人的身旁了 在这样的光景中 属灵的趣味若不完全消灭 也要减少许多 这么一来 世界虚荣的心必定勃发不可制止 因为信徒此时只借这些使他所爱的人喜悦 属世的事物 态度 美丽 荣耀 以及许多不胜念的事物 都要捉见为信徒所寻求 以博他所爱者的欢心 神和他的要求 要被信徒所忽略 所不顾 在这个时候 信徒要知道他只能爱一人 是一主 爱了人就不能再爱神了 所以 我们与人一切的秘密关系 都当斩断 实在说来 唯独神能够满足信徒的心 人并不能满足信徒的心 多少信徒的失败 就是因他要在人的身上去寻求 他只能在神身上得着的 一切属人的情爱 不过都是虚空的 神的爱乃是满足信徒的欲望的 信徒一在神之外去追求什么情爱 他的灵性历时就要堕落了 我们只能靠着神的爱而活 这样说来 我们都不必爱人吗 我们看圣经如何一再吩咐我们应当弟兄 爱仇敌 我们就知道神并非要我们不爱人 他不过要掌管我们的爱情而已 他要我们不为自己而爱什么人 要为着他而爱人 也在他里面而爱人 我们天然的好物在此并没有地位 天然的亲情也失去他的能力 神要我们能够因着爱他的缘故 而受他的支配 当他要我们爱谁时 我们就能顺服 当他要我们与谁断绝时 我们也能听从 这是十字架的生活 乃是当我们真蒙圣灵将十字架的工作 身身夹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有了降魂生命交给死地的经历时 我们才会在我们的情爱上失去违己的心 但是 当我们真经过死时 我们就不会贴在什么人身上 而专以神的命令为引导 当我们魂的生命经过这一步时 他就失去他的能力 他就在情爱这件事上 如同死了 然后 神才指示我们应当 怎样重新在他里面爱他们 神要我们和我们从前所爱的人 在他里面有了一个新关系 一切天然的关系都当断绝 应当经过死 而后在复活的新境地上 重新发生关系 但是 信徒看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的难呢 那些真如此生活的人 就知道这是何等的有福呢 神因为信徒奉献的缘故 或者为着信徒好处的缘故 就常有剥夺信徒所爱者的事 神如果不是做公 叫我们的爱心顺服了他 就是夺去我们所爱的 当他用后者的法子时 他如果不是使我们所爱者改变了心不爱我们 就是使环境拦阻我们不得爱他 或者他要缘洗 或者他净离世 或者有其他的遭遇 如果我们奉献的心在神面前是诚实的 神就要剥夺一切 等到我们只剩了他 信徒如果要得着真实属灵的生活 就不能不甘心地舍去他所亲爱的一切 凡与爱神的心有冲突的 神都要求我们舍弃 属灵的生命是不许我们的情爱分散 流荡的 我们的爱情 无论是错在存心 错在太过 或者错在目的者 在神看来 和我们的恨恶错了 乃是一样的 从自己所出来的爱情和恨恶 在神看来 是一样污秽的 当信徒经过这样的成途时 他就要看见他现今爱人的心是何等的清洁呢 没有什么属自己的掺杂在里面 一切都是为着神 也都是在神里面 从前虽然爱人 然而爱自己更多 以自己比别人更为重要 现在乃是与人同忧同乐 背负他们的重担 用爱心服侍他们 不是爱自己所爱的 乃是爱神所要他爱的 不是爱己过人 乃是爱人如己 因为现今我们乃是在神里为这神而爱自己 也是在神里为这神而爱别人 所以 我们能爱人如己 信徒应当知道 他这样的让神掌管他的爱情 乃是他灵命长大所不可少的条件 我们的爱情是何等放荡不羁呢 如果不是服在神旨意之下 就时时都有危害我们灵性生命的可能 错误的思想还容易纠正 错误的情爱真难以收拾 我们应当全心爱主 随主支配我们的爱心 属魂的爱主 然而 在此让我们提出一个警告 我们不要想 只要自己怎样一下 便会爱主了 一切从我们自己出来的 都是主所拒绝的 就是爱他 也没有用处 在一方面我们看见信徒和主没有深切的情爱 令主忧伤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见 就是爱主的 仍然还是在魂中爱主 信徒如果利用他魂的能力以爱主 就这样的爱也是主所不喜欢的 信徒的爱 就是用以爱主 也应当完全受灵的支配方可 现今用属世的爱以爱主的 太多了 属神的爱我们很少看见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日信徒多用属人的心来接受属神的事 他们谈说他们的父神 他们称呼主为他们亲爱的主 他们想念到主的苦难 当他们这样做时 他们心中充满了快乐 和爱主的感觉 他们以为这是从神来的 或者当他们想到主的十字架时 他们也不免流泪 对于主耶稣好像有了说不出的热爱 但是 这些是从他们生命经过 如同航船过海没有痕迹 这样的爱心就是许多信徒的爱心了 但是 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样的爱心不过要使自己觉得快乐而已 这并非爱神 乃是爱快乐的感觉 主苦难的外观感动了他的心 但是 内里的真理尚未影响他的生命 主耶稣的受苦 在今日信徒心中是何等的没有能力呢 就是想到这些时 反倒使信徒骄傲起来 以为自己是何等的爱主 别人远不及他 当他们说到这些事实 他们好像乃是天上的人 但是 实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他们可怜的自己半寸 当你听见他们的谈话时 你要想他们是何等爱主的人 你要称献 但是 他们完全乃是自爱 他们所以这样想念主 谈论主 爱慕主 乃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时 要觉得快乐 所以 他们才这样做 他们的目的乃是得着这样做的快乐 并非为这主啊 因为这样的想念 会使他们的灵性 舒服 所以 他们便继续如此想念 这是属魂的 属地的 并不是出乎神的 因此 不是属灵的 到底属灵和属魂的爱心 如何分别呢 在外面分别人 这是最难的 然而 每一个信徒 却可以分别自己爱心的源头 魂就是我们的己 所以 一切属魂的总脱离不了己之一字 属魂爱主的心 就是有己的作用在里面的爱心 为自己感觉快乐的缘故而爱神 就是属魂爱神的心 如果爱心是属灵的 就没有私下为己的心掺杂在爱神的心里 就是因为神的缘故而爱神 因为爱神的缘故而爱神 无论全部或一不为己的快乐 或别的缘故而爱神的 都是从魂来的 并且 我们若看这爱心的结果 也可知道其来源 如果是属魂的 就这样的爱心 并没有能力帮助它长久脱离世界 它应当操心 用力 以挣脱世界的吸引 如果是属灵的 就世界的事物自然要在这爱心面前脱落 信徒要轻看他们 以之为可艳可憎 他好像今后不会再看见世界了 因为神的荣光把他属肉体的眼睛弄瞎了 并且 他有这样爱神经历之后 他并不因之而自高 反要自卑 好像在人前哭落了一般 神的爱的性质乃是历久不变的 我们的爱是最会变动的 我们如果用自己的爱来爱神 我们就要看见当我们感觉不快乐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爱就冷淡了 如果经长期间的试炼 他就要失败了 这是因他是用自己的爱来爱神 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快乐等等来爱神 所以 当自己得不着所希望的快乐等时 就退后了 如果是神的爱 就无论是陷入什么光景 处在什么地位 都是丝毫不变的依然爱神 真的爱情 是 如死之坚强 极恨如阴间之残忍 爱情 重水不能吸减 大水也不能淹没 割八六到七 信徒如果是真的爱神 就无论他的遭遇如何 感觉如何 他总是爱神的 蜀魂的爱在情感作用停止后 也停止了 属灵的爱是坚强的 残忍的 无论如何不放的 主常是使信徒经历过他感觉 所以为苦痛的 好叫信徒不围着自己而爱他 当信徒用自己的爱 围着自己而爱主时 他是要觉得主的爱而爱主 但是 当信徒用神的爱 围着神而爱神时 神就使他不觉得他的爱 而要他相信他的爱 在基督徒生活的开端 主总是多方吸引信徒觉得他的爱 但是 当信徒经过这个以后 他就要引导信徒走更深的一程 就是他不使信徒觉得他的爱 而要引起信徒相信他的爱的心 我们应当注意 伸长主的爱 这一步的经历 是每一个要走更深路程的信徒 所必须经历过的 因为信徒唯有受了主的爱的吸引 才会为主舍弃一切 而尽前归主 在信徒灵命的前段里 这样在感觉上觉得主的爱 乃是必须的 很有帮助的 也是信徒所应当追求的 但是 既有觉得主爱的经历之后 过了一个合一的时候之后 信徒就不应当再要抓住这一种的感觉 不然 灵命就受损害 这是因为各种的灵力 乃是为这灵命成途中的各站的 在各该站中 那样的经历 乃是正当的 有益的 但是 信徒如果在末后的站中 要有前几站的经历 就非退步或滞留不可 神在信徒觉得主的爱之后 乃是要信徒相信主的爱 因此在信徒经历过主爱 感觉一时不适利己之后 神也是就要使信徒 不再觉得主的爱 而要信徒相信主的爱心 乃是依然不变的 所以 当信徒有觉得主爱的经历之后 竟然一时不再觉得的 就当知道这时是他相信的时候 他不应当惊奇 当提防的一件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就当保守我们的情感寂静 不然 直觉的声音就听不见 我们的爱情 如果非完全修静的福在神的旨意之下 就我们的心不时要纷乱 因而阻挠了灵的引导 信徒在灵里 应当时常注意到刺激他爱情的人物 撒旦如果在别的不能得胜 他就要在这里试探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已经在此失败了 所以 我们应当小心 最会鼓动爱情的 莫如朋友 而在朋友之中 有以异性的为罪 因为在男女性别之中 不只在生理上 需要调剂 并且在心理上亦然 因为天赋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有互相吸引的能力 这是属魂 属天然的 所以 是信徒所应当拒绝的 异性最会冲动情爱 乃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人从同性所受的刺激 总比异性减少许多 因为心理上互相要求的缘故 就使人以为异性比同性较为可亲 这一种的倾向是普通的 天然的 秉性的 因此 对异性的情爱是最会受了一点挑动 而燃赤的 这都是说到天然的方面 因为事实是如此 所以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就不能不在此注意 我们应当知道 在我们的对待人之爱心中 如果对于同性是一样 对于异性又是一样 我们就是已经受魂的作用了 如果我们并没有因为别的缘故 只因其是异性的缘故 而有不同的待遇 就我们的情感还是属乎天然的 信徒如果觉得有什么奇异的力量 正在吸引他亲近什么异性的人 只因其是异性的缘故 他就应当知道他天然的情感在那里作用了 自然有时这样的刺激是掺杂在更正当的目的中 然而 在信徒的友情中 如果有一分异性的观念混合在别的观念中 他就应当知道他的交往 不是全然属灵的了 工人在他的工作上 和做工时 必须注意他的工作 有没有被异性的思想所侵入 一切要在异性中得荣耀的心 都必须绝对的抵挡 一切因为受异性影响而说的话语 和所有的态度 都足以消灭实在属灵的能力 所有的事都应当安安静静的在清洁的存心里做 应当记得不只是罪才是污秽的 凡从魂来的都是污秽的 这样说来 就信徒不应当有异性之友吗 这并不是圣经的教训 我们看主在世时 也曾与马大 玛利亚 和其他的女人来往 不过要点是 情爱是否完全在神管制之下 是否没有魂的作用夹杂在其间 弟兄和姊妹来往是正当的 但是 总不应当有魂不只是罪的作用 当信徒还未经过十字架 做切实的功夫之前 照着普通来说 还是没有异性之友的好 但是 无论如何 无论信徒达到什么地位 他如果寻求 羡慕异性的朋友 他就必定是被魂所支配的 一切都应当顺服神的安排 总之 信徒的爱情必须完全奉献给神才可以 我们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对于什么人很难舍弃 我们就应当知道 我们的魂生命在那里掌权了 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爱情不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就在那个地方 必定有许多不属灵的夹杂在里面了 一切属魂的情爱都是引我们到世界和罪恶里 情爱若非从主而出 不久就要变作情欲 在这样世上失败的 古今何止只有一个三孙 大力拉今日还是到处剃人的头发呢 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信徒最难奉献的一点 因此 奉献这个的 就是真实属灵的记号 信徒向他的恋爱和求爱死到什么地步 他就属灵到什么地步 这是一个最大的试验 凡没有向人事的情爱死的 就没有向任何的事物死 向情爱的的死就是说出向世界的死 贪求友情 贪恋人爱的 都没有向己的生命死 真切向魂生命死的 必定在舍弃在神之外的情爱看出来 属灵的人是何等的超脱呢 这是因为他行走在人事情爱的上面 第三章 欲好 欲好是我们魂生命中最大的一部分 这些的欲好和我们的意志联合起来 叫我们不是与神的旨意反抗 就是不喜欢神的旨意 我们所以有许多纷纭的感觉 以致我们不能安静地随从灵而行 就是因为我们的欲好太多 我们的欲好鼓动我们的感觉 使我们有许多不安的经历 当信徒还未从罪得释放之先 就他的欲好与罪恶联合起来 使信徒喜欢罪恶 而掳掠新人使之不得自由 就是当信徒脱离外面明显的罪恶之后 还是这个欲好独立的在神之外 围着信徒自己追求许多的事物 当信徒属情感的时候 他是被他的欲好所支配的 如果十字架不做深功夫 欲好不在十字架的亮光中受审判 就信徒总不会完全为神活在灵里面 当信徒上市属魂的时候 这欲好是最厉害的支配他 人所有天然的欲好 属魂的欲好 都是与己的生命发生关系的 不是为己 就是用己 或是随己 当信徒属魂的时候 他的意志还没有归顺主 他还有许多自己的意思 欲好就是与自己的意思同工 喜欢自己意志所有的意思 要他自己的意思得以成功 一切的自悦 自荣 自高 自爱 自怜 自重 都是从人的欲好来的 人的欲好就是以自己为一切的中心 我们是想看 那里有人自己所爱欲 所喜好不是与以上这几个字 终之意相投合呢 我们如果在主的光中审查我们的欲好 我们就看见 无论是欲好什么 怎样欲好 其中总脱不了几只一字 都是为自己 不是要使自己快乐 就是要使自己荣耀 信徒在这样的时候 自然没有活在灵里的可能 信徒天然的欲好 骄傲就是从这欲好来的 就是人的欲好使人要为自己谋一个地位 叫他在人面前有光彩 一切由以自己的地位 家风 健康 性情 才干 容貌 能力为可夸的隐意 都是从人的情感 欲好来的 思念自己的居住 衣服 饮食如何与人不同 而有自满自足的心者 也是受了情感的作用 就是以自己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乃是超人的 也是情感催促的思想 情感的信徒是何等的爱漏呢 他爱看见 他也爱被看见 他受不住神所给他的束缚 他要用尽各种的方法 将自己从后方推到前面来 他不能按着神的旨意而隐藏 而在隐藏中拒绝了他的自己 他爱人注意他 当人没有以他为可尊敬的时候 他自爱的欲望 就受了创伤 当他受了一部分人的仰慕时 他就满心快乐 他喜欢听见人赞美他的声音 也以为人赞美得不错 就是在他的工作中 也是在许多的地方高抬自己 无论是讲道 是著作 总有那秘密的存心在那里鼓动他 总之虚荣的心还没有死 他还是寻求他自己所喜好的 和足以张大自己的 就是信徒这样的天然欲好 使信徒满有雄心 雄心就是受了天然欲好的末世 一切欲为自己扬名 欲为人上人 欲为世人亲养的雄心 都是从这魂生命来的 就是在灵工中 要有成效 要有果子 要有属灵的能力和用处 等等的存心 在许多时候 也不过是出自这为 要荣耀自己的欲好而已 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 许多的追求长进 追求深远 追求更高尚的经历 也不过是要使自己更快乐 使别人更羡慕而已 如果我们追缘 基本的查看信徒的生活和工作 恐怕我们要得着一个奇异的事实 就是 原来许多乃是为着自己的 信徒为自己的欲好 是一切的根源 信徒必须知道所有的生活和工作 如果不过是受他自己雄心的促进 就无论他所作为的在外面是多好 多为人道 多有成效 在神看来 都不过是草木和楷而已 这样的生活和工作 是没有什么属灵价值的 一切为己的思想 都足以败坏一切的行为 使之不为神所喜悦 神看信徒贪爱罪恶 和贪爱属灵的名誉 是一样污秽的 信徒若随着天然欲好而行 他就在诸事上都要以自己为重 但神是最不喜欢这个自己的 这样天然的欲好 在信徒生活的别方面 也是一样活动的 这属魂的生命 使信徒贪恋属事的谈话和来往 冲动去看他所不应当看的 去读他所不应当读的 这并非说 他长久都是如此的 乃是说 信徒明知道他是不应当的 但是 只因里面冲动的厉害的缘故 竟然偶以为之 就是在态度上 属魂的欲好也是能以见的的 许多的信徒都有一点这样的经历 就是在行路的态度上 他也会看见自己的魂在那里作用 至于说话形式中 魂的作用就更显而易见了 每一个忠心随从灵而行的人都知道 这些的事虽然是很微小的 但是 只要信徒在这些事上 受了欲好的情感的所催促 就随从灵而行 已经变为不可能的了 信徒必须知道 在属灵的事上 没有什么事太小 是不足以拦阻他进前的 信徒被他天然生命所催促 他就好奇 一个信徒越属灵 他就越平常 因为他与神在神的安排上 已经联合了 乃是属情感的信徒 才有一种人侠的性质 冒险的行为 以期满足己心 耸人听闻 被这一种好奇的心所催促 信徒的行为 就有许多不老练的地方了 在这个时候 信徒便顾不得 他在人面前的老成态度 而故作聪明 自然后来 他自己如果追想起来 也是悔恨的 但是 当时他总是觉得 自己有荣光 这一种好奇的情感 是会催促人的 信徒随之 未有不失常度 越常规的 好乐也是 情感信徒的一个大表现 情感受不住 让信徒完全为神活 终日为神活着 情感是绝对反抗的 如果信徒接受了 主十字架的要求 而将情感交于死地 而为主活着 情感还是要求保留 一个最低的限度 让他活动 就是为此 我们才看见许多的信徒 不能完全为主而活 不要说多 只说一天的功夫 不要说别的 只说祷告的征战 有多少信徒 能终日完全为主 做祷告的征战 而不留下一点的时光 围着陶情呢 陶情就是为自己的 情感留地位 我们整天活在灵 是何等的难呢 我们总是为着 自己留下时候 与人谈话 来调畅我们的性情 乃是当我们被神关闭起来 不见人 不见天 只要我们在灵中活着 而为他在宝座前 做工的时候 才知道我们的情感 完全死了没有 才知道情感 所求于我们的是 何等的多 才知道我们平常 随着情感而活的时候 也是何等的多 情感的信徒 也是好极的 情感并不知道 什么叫做等候神 什么叫做等候神的启示 什么叫做随从圣灵的引导 情感尝试急切的 情感尝试信徒受刺激 受冲动 这样的刺激和冲动一来 他就催促信徒急切行事 如果信徒要等候主 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一步一步步随着己意而行 情感是何等的难受 何等的不愿意呢 真的 如果非将情感交给十字架 信徒是不能随着灵而行的 信徒必须记得 在他每一次忽然受了冲动而行为的事里 百见还没有一件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我们需要时候祷告 需要时候预备 需要时候等候 需要时候重新充满圣灵的力量 这样看来 我们贸然而行的是怎能无错呢 并且 神明知道我们肉体的情感是急切的 所以 他常借着我们的同工 弟兄 家庭 环境和物质来阻挡我们 使我们没法急切 他要我们的急切完全死了 好让他做工 因为神做事从来没有急切的 所以他不次力给急切行事的人 因此 要急切行事的都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 这明明是肉体的工作 神并不愿意信徒随着肉体而行 所以 他急切的情感必须愿意交给死地 每一次情感作用 急切的时候 请我们对自己说 现在情感又作用了 又急切了 主啊 愿意你的十字架做工 随从灵而行的人断不可急切 神不喜欢我们自己做什么事 他喜欢我们等候他等候他的命令 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必须有他的命令 在我们的灵中委任我们做的才是属神的 随从自己愈好而行的信徒 这个怎能做得到呢 就是有时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也是非常着急的 他不知道神有一个旨意 但神也有一个时候 他有时虽然以他的旨意相识了 但是 他还要我们等候他的时候来到 这个都是肉体所受不住的 当信徒在灵里向前进的时候 他就要看见神的时候和神的旨意是一样要紧的 如果我们要急切先省一个以时玛利 后来也不过是以撒最大的仇敌而已 凡不能等候神的时候的 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情感的信徒因为他的愈好都是为自己的缘故 他就不会等候神 无论什么事他都喜欢自己做 他不能信托神 让神为他做 他不会把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里 而不用自己的能力 信托是他所做不来的 因为信托需要舍己 自己的愈好若没有取缔 就自己总是活动的 他是何等的爱帮助神呢 神做工好像太慢 需要他的帮助 这都是魂的作用 都是情感的愈好怂恿挥挤出来这样活动 信徒如果如此行为 他就要看见神常叫他信徒所做的没有功效 使信徒不得不拒绝自己 自白是这样信徒一种很普通的行为 误会 不明白 乃是信徒所常遇的事 虽然在有的时候 主要他的儿女说明一件事 但是 信徒如非明受主的命令 就不过是他的魂生命 使他做这一件事 主更常的是要他的子民将一切的事交在他的手里 不为自己变白 信徒是何等的爱申诉呢 被人误会是何等的难过呢 因为这个要减少他的荣耀 降卑他的高大 我们的己在被人家以莫须有的罪名上是不甘兼莫的 他不能接受神所给他的 他也不能等候神为他解明 因为那是太慢的 他要主立即为他剖名 使人知道他的善意 这都是属魂的欲好所为的 信徒如果肯在被人误会的时候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他就要看见神借着这样的误会 使他对自己有一次更深的拒绝 使他魂的欲好多经过一番的拒绝 这是他实行的十字架 每一次信徒多接受一个十字架 他就多经过一次十字架的定死 他如果随从己的欲好而自白 他就要看见 下一次己的能力要比这一次更难征服 信徒天然的欲好 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在苦楚 烦恼 颓丧的时候 他就要寻找一个人谈心 他的情感鼓动他 使他喜欢将他的难处告诉人 来泄他胸中郁闷的气 减轻他自己的负担 人天然的欲好 是要别人知道他自己的苦恼 好像给人知道了 心中就会舒服了许多一般 不特如此 信徒这样的将自己的事情 去告诉人 乃是要得人的同情 和人的安慰 他贪求这个 因为这个使他觉得快乐 这乃是因为他天然的欲好 为己的欲好 还未失丧 他不以神的知道了 为以足 他不能将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主 他不能安静地让神界这些事 使他有更深的死 他要在神之外 去寻找人的安慰 他自己的生命贪求人 所能给他的 而轻看神的安排 信徒应当知道 最会使他魂的生命失丧的 并且的确失丧的 就是不寻求人的同情 和人的安慰 是人的同情和安慰 乃是供养我们魂生命的粮食 灵的生命乃是与神交通的 因此就以神为以足 能忍受孤单的能力 就是灵的能力 当我们要寻求什么人的法子 使我们的重担减轻时 我们就是顺着魂而行了 神要我们安静不出生 好让他所安排到我们身上的 十字架完成他的工作 每一次信徒在苦难中不开口时 他就要看见十字架在那里做工 不出生就是十字架 不出生的人就尝着十字架的苦味 也得着十字架滋补他属灵的生命 神的目的 神的目的就是要信徒完全活在他的灵里 而愿意完全将他的魂生命交于死地 因此 神就不能不取缔信徒天然的愈好 他要败坏信徒自己所有的愈好 在许多的时候 事物并不是错的 坏的 反倒是很正当 很美好的 但是只因真是信徒自己所喜欢的 乃是情感冲动的结果 神不许信徒做 不许信徒有 如果信徒随着他自己所喜好的而行 虽然本来这事物是美好的 他就难免不背逆神 神的目的是要绝对的除灭信徒 在他以外所有一切的愈好 神不管事物的性质如何 神只问信徒做的时候 是受谁的主使 是自己的愈好呢 还是神的旨意呢 最好的工作和行为 只要是从信徒自己的愈好而来 并不是随从直觉的启示 就在神面前是绝对有属灵价值的 许多的事工 本来神也许要引导信徒做 只因这动机是出乎信徒自己的愈好 神就立即反对这事工 等到信徒完全降服他之后 他才再引导他去做 神只要他的旨意 在我直觉中知道的 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我们自己所有的愈好 就是由于他旨意暗和的 他也不要我们跟从 因为我们所当跟从的 只有神的旨意 我们的愈好 无论如何都是应当拒绝的 这是神的智慧 虽然我们的愈好 有时与神的旨意相合 但是 神也不要我们随着而行 因为无论如何 这还是我们的愈好 如果我们善意的愈好 还是可以跟从的 就我们的极起非还有地位吗 我们的愈好 就是有一二和神所定规的一样 然而 因为这不过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 所以 神也不喜欢我们所愈好的 我们在他之外 所喜欢的一切 他要我们完全断绝 就是我们所愈好的 有的是美好不过的 但他却不许我们 有单独愈好的余地 一切都应当倚靠他 凡不倚靠他的 他都不要 他就是这样的 渐渐一步紧过一步的 拒绝信徒自己的魂生命 信徒如果要得着 真实属灵的生活 他就不能不和神同工 来治死他自己的愈好 我们的趣味 倾向 爱好 都应当治死 我们应当欢欢喜喜地 接受人的一切顶撞 轻看 无理 误会 和科评 让这些违反天然 欲好的事情 来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 我们应当学习 接受神在他安排中 所给我们的患难 苦痛 和悲下的地位 无论什么使我们天然 生命觉得痛苦的 或者什么使我们天然 感觉不悦的 受伤的 难受的 我们都应当 忍忍耐耐地经历 我们如果这样的 在实行的事上 背负十字架 我们就要看见 我们所背负的 实行的十字架 不久要将我们 挤的生命定在上面 因为被十字架 就是为这定十字架 每一次没有声音的 接受一个违反 我们天然愈好的 是临到我们身上 好像就是加上一个钉子 将魂的生命 钉得更死 更牢固 一切的虚荣 都应当定死 一切要被人看见 尊敬 崇拜 高兴 扬传的心 都应当定死 一切要显露己的心 都应当定死 一切粉饰外面 使人称赞的 都应当定死 一切的自高自大 都应当定死 我们的愈好 无论是在那里表明出来 都是应当拒绝的 我们自己凭着自己 无论发起什么 神都是看为污秽的 神所赐给我们实行的十字架 都是反对我们愈好的 十字架的目的 从来都是要定死 我们愈好的 我们全人中可以说 没有别的觉得 十字架的苦痛过于情感的 十字架要深深 剖割一切 属乎我们自己的 情感对于他败亡的 愈好 怎能不觉得难过呢 神的救赎法需要人的救灶 完全消除 神的旨意与魂的愈好 是不两立的 信徒要跟从主 就得反对自己的愈好 神的目的既是如此 神就在他的安排里 叫信徒经过许多的火炼 使那些渣子式的愈好 都被苦难的火索焚烧 信徒爱慕高位 但是主却叫他不能高升 信徒有许多的盼望 但是主却叫他没有一件得以成功 什么都是破碎的 信徒有许多的喜爱 但是主却叫他所喜爱的逐一失去 叫他再没有法子可以得着 信徒贪求荣耀 但是主却使他蒙羞 主所安排的几乎没有一件 是顺着信徒意思的 什么都向则打的鞭杖 信徒虽然还是用力挣扎 但是不久他要看见主 他还不知道是主领导他与死面对面 好像什么都是死的 什么都是要他死的 什么都是叫他失去生命盼望的 在那个时候 他知道他不能死里逃生 他欠此一死 他就顺服神 从容就死 就是这一个死使他失去他魂的生命 使他完全活在神里面 这是为这一个死 神做了许久的功 他抵挡了许多的时候 但是 当他一经过这个死时 什么就都好了 神在他身上的目的已经成功了 从今以后 他能够在灵城上猛进 当信徒为己的心意失丧 他就能够完全归神 无论为神便做什么 他都做得到 现在他的愈好 不再与神反对了 他也不再在神之外 别有所求了 他现在的生活是非常的简单 没有什么盼望 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贪爱 只愿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神指的生命 是世上最简单的生命 因为他不再为自己寻求什么 就是安静的跟从神巴了 当信徒肯舍弃他自己一切的愈好之后 他就要得着一个的确的安息生命 本来他是有许多的欲望的 他是用尽心机 力量 计谋 手段 方法来的他所追求的 因此他的心理常识纷乱的 在追求的时候 就有操心要得的搅扰 在失败的时候 就要胶着 暴击 那里能有安息呢 并且 为舍弃自己愈好 完全顺服神指的信徒 就不免要因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境遇乖迁 形影孤单 以及种种之外界的事物 而生感伤 这一种悲愈的感觉 乃是平日赋予情感的信徒 所常有的 愈好也会引起愤怒 因之 信徒要因许多外来的事不称心 不如意 不合理 不公平 而忠心烦躁 焦急 愤怒 这些情感不同的表现 多是因为人的对待而生的 好感是最会受人对方的人的扰乱 刺激和创伤的 信徒天然的愈好 要求人的爱好 尊敬 同情和亲近 当他得不着这些时 就要怨天尤人 但是伤心的是 谁能免呢 在这个苦海中为人的 那一个人能有美满欲望的成功呢 因之 这样的信徒就没有安息的生命 但是当信徒完全随从灵而行 不求自己欲好的喜欢 而以神所赐给他的为乙族 就他怎能不安息呢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太十一二十九 这里的魂就是特别指着 我们的情感部分说的 主耶稣知道他的子民 所要经过的试炼 他知道天父要怎样 使信徒孤单 使人误会信徒 使信徒没有人认识 像他对付主耶稣自己 二十七 一般 他知道天父必定要允许 许多不如意的事 临到信徒的身上来 好使信徒向世界断了奶 他知道在这样的炉火中 信徒的魂要有如何的感觉 所以 他对他们说 他们应当学他的样式 才会使他们的情感安息 他柔和 他不管人怎样待他都可以 他欢欢喜喜的受罪人的顶撞 他谦卑 他甘心卑微 他并没有雄心 有雄心的因着的不着其欲望的缘故 才会心里难过 气愤 没有安静 他柔柔和和 谦谦卑卑的活在世上 所以 他的情感并没有顶沸的时候 他说我们应当学他 应当像他这样的柔和谦卑 他说 我们应当负他的恶 这就是信徒所受的限制 他也是负恶的 他负神的恶 他只以神的旨意为满足 神如果知道他了 别的都反对都不要紧 他愿意受神所给他的限制 他说我们应当负他的恶 受他的束缚 只照着他的旨意而行 不寻求肉体的自由 这样我们的情感就没有什么可以感慨 可以交集的了 这就是十字架 信徒如果肯接受主的十字架 完全顺服主 他就要看见情感没有翻腾的事了 这不是别的 就是一个满意的生命 信徒自己的欲好 因为得着神旨意的缘故 就不在他求了 信徒今后是以神的旨意为满意 神的自己已经充满了他的欲好 他以为神所给他的 为他安排的 要求于他的 命令他的 都是好的 他以为如果能遵行的神的旨意 就心满意足了 他不求自己的欲好 从前他是有许多也放的欲好的 但现今他已经学会了 如何向自己的欲好死 而只以神的旨意为满足 他不再求自己所喜欢的 并非他勉强如此 乃是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充满了他 他已经满足了 所以他就不再有所求 这样的生活 除了满足了三个字之外 不足以完全表明出来 属灵生活的一个特征 就是满足 不是自满自足 不是自以为自己是如何充盈的 这满足意思是信徒已经在神旨意 里面得着所需要的一切了 他以为神的旨意是最上的 所以满足了 不再要求什么 都是那些情感的信徒 不以神所为他安排的为美好 而欲得更多 更高大 更快乐 更荣耀 更显露的 才有许多奇迹 当圣灵借着十字架 做了身功夫之后 信徒就不再凭着 自己在爱好什么 他的欲好 乃是被神所补满了 所以无求 到了这个地步 信徒的欲好 就可算是完全更新过了 这并非为今后不再会失败了信徒的欲好和神的欲好已经联合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 不特信徒在消极方面 不再抵挡主了 并且 他在积极方面会喜欢主所喜欢的 不是强制压制自己的欲望 乃是喜欢神所要求于他的 此时会喜欢神所喜欢的 如果神要他苦痛 他就要求神使他苦痛 他觉得这样的苦痛是最干美的 神如果喜欢他受创伤 他就喜欢用自己的手创伤自己 他喜欢这样的创伤过于痊愈 神如果要他降悲 他就喜欢和神同工使自己降悲 他现今只喜欢神所喜欢的 他不再在神之外 寻找什么 如果不是神给他的高举 他并不盼望得 他不抵挡神 他欢迎神所有的作为 无论是苦是干 十字架是有果子的 一切的定十字架都会得着神生命的果子 凡肯接受神所赐实行的十字架者 都要看见自己生活在毫无掺杂的属灵生命里 神所要我们实行的十字架 几乎是天天都有的 每一个这样的十字架都有他特别的使命 和他一部分的工作 要成功在我们的身上 愿意我们不让一个十字架空临到我们身上 第四章感觉的生活 信徒的经历 当信徒与主有爱情上的关系 而完全以神为满足的时候 他们常有一种感觉生活的经历 这一种的经历 在信徒看来 乃是非常宝贵的 至于信徒得着这一种经历的时候 多是在他有脱离罪的经历之后 和尚未进入完全属灵生活的经历之前 许多的信徒因为没有属灵的知识的缘故 就常以为这样的经历是在他们脱离罪之后所有的 并且是叫他们这样快活的 所以这一种的经历 乃是最属灵 最属天的了 因为这样的感觉生活所给他们的快乐 乃是非常满意的 他们就难割舍离开这感觉生活的经历 当信徒有这感觉的生活时 他就觉得主是亲近他 好像是他用手所可摸得到的 他觉得主的爱是非常的甘美的 他也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爱主的 在他的心头好像有暖火正在那里焚烧似的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 叫他在此时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上了天堂一般 在他的胸前好像有了什么一件的东西 正在那里作用 叫他莫名其妙的舒服 如获至宝一般 无论他是行走举动 这一种的感觉 总是和他同在 当信徒经历过这些的时候 他真不知自己是在那里 好像是已经脱离尘表 飘然远去与天使为伍一般 在这样的时候 读经是很有趣味的 越读越加增这一种快乐的感觉 祷告也变成非常的容易 这时在神面前表情 是一件爽心的事 好像月祷告 天上的亮光照的月明 在这样的时候 能对主说许多的决心话 表明自己是怎样爱主的 这时 信徒更喜欢安静幽读 与神相对 他最好就是能够长久这样关上门来与主交通 因为这时的快乐 真非口舌所能言 笔墨所能行 从前虽然很爱在人群中讨生活 好像在人群中有什么可以补满他的要求的 但是 现在却喜欢孤独 因为孤独在主面前所得的快乐 比在人群中所得的真是差的不可以道理计 当信徒有这样感觉时 他更喜欢安静 因为他怕在人群中失去他的快乐 这时为主做工 变成非常的容易 本来对人好像是没有什么话可说 现在因为有了这一种爱火在心里焚烧 好像对人说到主是非常有趣味的 此时真是越说越有味道 此时为主受苦 也变成非常的甘心的 因为这样觉得主亲近的缘故 就以为如果为主而粉身碎骨也是欢喜的 在这一种感觉中 所有的担子都变轻了 所有的艰难都变容易了 当信徒有这样感觉的时候 他的外行同时也改变了 本来也许他是多言的 现在却受了这感觉的帮助 能以静默 也许此时看见别人喋喋谈话的时候 心中要引以之为非 本来也许是轻浮的 现在却变为非常的庄严 此时 别的信徒如果什么地方没有敬钱 他却最会觉得 最会断其不对 总之 在有这经历时 信徒的外行必定谨慎了许多 并且 眼光好像明亮了 更会看出别人的短处 当这样的信徒看见别的信徒的时候 他的心总是暗暗可怜他们 以为他们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他以为自己的快乐真是美好 可惜他的弟兄姊妹们并不知道 当他看见他的弟兄姊妹们在冷静中服侍主 他不免以为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趣味的 像他这样充满了神快乐的生活 才真是最高的生活 好像平常信徒此时不过都是在山谷中行走 他自己却在山头云表中翱翔一般 但是 这样的经历能长久吗 一位信徒能否天天都有如此的感觉 而快乐到一生呢 许多的信徒总不长久有这样的经历 最令信徒悲伤的 就是当他有这经历之后 还没有一两月这事就着普通而说之后 他所最心爱的快乐 忽然没有了 他在早晨照常起来读圣经 但是 从前的味道没有了 他祷告 但是 好像还没有说几句话 就没有话说了 他觉得他自己呼呼如有所失 前日他看别的信徒如同在灵城上插他甚远的 现在他才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他们中间一个人 与他们是一样的 他的心头像冷了许多 从前暖火焚烧的感觉 也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 他并不觉得主是和他同在的 是与他亲近的 好像主现在是离他很远 也许有的时候 连主在什么地方 好像都不知道了 现在受苦 就觉得苦 并不像从前那样觉得快乐 现在传道 也没有从前的趣味 好像只说一二句话 心中就不高兴再说了 总之 在这样的时候 琴们好像都是黑暗的 枯燥的 干旱的 死冷的 在这时 信徒好像被主留在坟墓里 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心 他从前所盼望长久的快乐 现在已经失去了 信徒在这样的时候 就想他必定是犯罪了 因此 主就离弃了他 如果没有犯罪 就为什么主不再和他同在了呢 他也许就要搜查自己近日的行为 看他到底如何得罪主 盼望当他承认拒绝之后 主可以再回来 再充满他 使他再觉得那一种的亲密 那一种的快乐 但是 当他自己检查的时候 他却不看见什么特别的罪 什么大概都是与钱相同的 如果今日的情形 足使主离弃 就前日的情形也都使主离弃了 如果没有犯罪 就为什么主离开他呢 信徒自己真不知道如何答应 他总以为必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主了 所以 主才弃绝他 撒旦就也从旁控告他 使他以为自己真是犯罪了 因此 他就在主前呼求赦免 盼望再得着他从前所得着的 但是 这样的祷告并没有效力 信徒不特不能立即恢复他 所以为失去的 并且一天过一天 他的感觉越枯干的厉害 越冷淡的厉害 在这样的时候 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没有趣味的 有时可说连丝毫的趣味都没有 这时的祷告 不过就是勉勉强强的祷告几句 从前一连几点钟的 现在不过几分钟而已 并且就是几分钟也是勉强的 如果照着感觉来说 连这几分钟好像都是不祷告的 读经也是一样的枯干 从前越读越有趣味 现在圣书却像一块石田 绝不出什么东西来 至于待人接物 以及慎他的事 没有一件使信徒快乐的 不过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因此照着他所当作的去做而已 这些都是干燥的 勉强的 这么一来 有的不是所有信徒就退步了 许多的事知是神的旨意 但是 只因他自己陷入这样忧愁的地位 就也不顾了 许多的事是他本分所应当做的 也因着他自己冷淡而不理了 当他在有感觉时 所更正的外行 现在又一一如旧了 从前他心里怜惜别人那样不减点 但是他现今仍是如别人一般 从前多言 轻浮 好嬉笑 爱热闹 现在也照样 虽然中间曾经过一番的改变 但是这已是过去的了 当信徒失去那一种感觉上的快乐时 他就以为什么都已经失去了 他以为主的同在既不绝的 就是主不和他同在了 主的热情既不绝的 就是主不欢喜他了 这样的情形一过了几时 就好像连神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了 信徒现在如果尚不灰心 就是一心一意的要付的他从前所失去的 他已经爱他的主了 他是何等羡慕亲近他呢 现在他丝毫都不觉得他的爱 他怎能受得住呢 如果信徒这个时候并不灰心 而在外面退步 他就还要进前寻求神 然而 自己虽然尽力挣扎 要脱离这样的枯干感觉 却是做不来 如果他在外面有了什么好行为 自然此时都是勉强的 他的心也要暗地自责 以为这是假冒为善 要在外面装作美好 其实内心乃是不一样的 他这一种造作的功夫 总不能成功 总是有许多失败的地方 这自然是加增信徒的苦楚的 如果此时 有人称赞他 他的心里就要惭愧非常 因为旁人不知道他此时心中的感觉 是何等的黑暗 人如果责备他 他反倒要觉得这是公义的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 此时 他看见别的信徒怎样长进 怎样与主有亲密交通 他就觉得羡慕非常 他此时要觉得还为他的人 都有多少的善行 而他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 众人比他都强 这样枯燥的光景 要一直继续布置吗 或者信徒还会得着他 从前所得着的呢 他还会得着 过了不久 也许有几个礼拜的功夫 忽然他所失去的感觉回来了 这也许是发生在听人讲道之后 或者在自己热切祷告之后 或者在平常早起读经的时候 或者在半夜睡醒想念到主的时候 总之时候是不一定的 然而这快乐总算是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 从前所失去的光景 都重新回来了 主的同在还是那样的美好 爱心还是那样在心头焚烧 祷告读经还是那样的有趣味 主的自己还是那样的可爱 可亲 可以摸得着 亲近主 不特不是个重担 并且是心理所贪爱的 现在什么都改变了 不再是黑暗 苦楚 枯干 乃是光照 快乐 滋润 信徒以为从前是因着他不忠心的缘故 因此 主离弃他 现在他既在得着主了 他就应当竭力保守他现在所有的 不要再失去这个感觉生活的经历 他在外面的行为 就比从前还要谨慎 照着他所能的 而天天服侍主 盼望可以保守他的快乐 不再如前次那样的失败 但是 奇妙的就是他虽然如此忠心尽心 但是 过了一时 主又离开他去了 他所有快乐的感觉又都完全失去了 他又是陷入苦楚 黑暗 枯燥的情形里 我们如果查考信徒的经历 我们就知道 在信徒脱离罪 而与一位有人为的神接触之后 这样的经历乃是常有的 起初主教信徒觉得他的爱 他的同在 他的快乐 但是 过了一时 这感觉竟然没有了 又过一时 这感觉又来了 又使信徒快乐 但是 再过一时 又失去了 这样来来去去的经历 在普通信徒的身上 一生最少是有好几次的 当信徒属肉体 还没学习爱主的时候 大概没有这里所说的经历 乃是当信徒比起开端时更进步时 学习爱主了以后 才有这一种的经历 这经历的意义照着当时信徒自己看起来 当他有那样经历的时候 就是他灵性最高的时候 当他失去那样经历的时候 就是他灵性最低的时候 信徒常常说到他自己的生命 是高高低低的 他的意思 就是当他觉得快乐 觉得爱主 觉得主同在的时候 那就是他灵性高的时候 当他觉得黑暗 枯干 苦楚的时候 那就是他灵性最低的时候 或者换句话说 当心中觉得暖火的时候 就是他属灵的时候 当心中觉得冰冷的时候 就是他属魂的时候 这些是信徒平常的看法 但是这是实在的吗 这乃是完全的错误 我们若不明白这错误 就要失败到底 信徒必须知道 感觉从始至终都是魂生命中的一部分 当信徒靠着感觉而活的时候 不管他所觉得的是什么 他都是属魂的 当信徒觉得快乐 觉得爱主 觉得主的同在时 他乃是靠着感觉活着的 当他觉得枯干 苦楚 黑暗时 他也是靠着感觉活着的 当他觉得枯干 黑暗 苦楚时 是如何属魂的 当他觉得滋润 光明 快乐时 也是如何属魂的 属灵的生活 从来不是受感觉支配的 也从来不是在感觉里面的 属灵的生活是会支配感觉的 不是感觉来支配属灵的生活 今日最被信徒误会为属灵经历的 就是感觉的经历 许多的信徒因为从来未曾进入属灵的生命里 所以就以为上面所说那样充满了快乐的感觉 就是属灵的经历 岂知这不过是属魂的 属灵的经历 乃是在直觉中所经历的 其他都不过是属魂的 在这里 我们看见信徒有最大的错误 他因为受了情感的作用 觉得自己是上升集天的 就以为他自己有了这升天的生命了 岂知这不过是他如此觉得而已 他以为当他觉得主与他同在的时候 他就有了主 当他觉不得的时候 主便离弃了他 岂知这不过是他如此觉得而已 他以为当他觉得有暖火在心里焚烧 觉得非常爱主的时候 他就真是爱主的 当他没有这焚烧的感觉 觉得冷淡的时候 他就真的失去爱主的心了 岂知这不过是他这样觉得而已 我们知道 我们所觉得的怎样 事实并不就是怎样 因为我们的感觉乃是最不足靠的 实在说来 当信徒有感觉时 和他没有感觉时 信徒都是一样不改的 信徒可以觉得进步 但是他并没有进步 也可以觉得退步 但是他并没有退步 这不过都是他自己感觉而已 当信徒蛮有感觉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已经进步了 岂知这不过是因他还是属魂的 所以因为受了一时情感的奋心 便猛然前进 等到情感退时 他又是依然雇我了 情感的作用 帮助属魂的人前进 圣灵的能力 帮助属灵的人前进 在此二者之中 唯有圣灵的能力 是会使人真前进的 神的目的 这样 神为什么将这样的感觉 赐给信徒 而又将他收回呢 神将这样的快乐 感觉赐给信徒 是有几个目的的 所惜的 就是信徒不明白神的意思 神如此赐给信徒快乐 他的目的乃是要信徒 因着神这样施恩给他 而更亲近神 神乃是借着他的恩赐 而吸引人亲近他的自己 他盼望他的儿女们 看见他这样施恩给他们 而知道他是怎样的亲爱他们 因而无论在什么光景中 都相信他的爱 但是 信徒却当有感觉时就爱他 没有感觉时便忘记了他 对于信徒的生命 神这样的做 也是要使信徒自知 我们知道信徒一生 最难学的一个功课 就是自知自知败坏 自知虚空 自知充满罪恶 好保良善可言 这一个功课 是信徒一生 所继续学习的 是越学越深 越知道自己的生命和性情 在神的眼光中 是污秽到什么地步 但是 这样的功课 乃是信徒 所不愿学的 也是信徒天性 所不能学的 因此 主就用许多的法子 来教训信徒 要引他们到自知的地位 在神许多的法子中 这样的赐给感觉的快乐 而不收回 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乃是神如此的 对付信徒之后 信徒才知自己的败坏 当他枯干的时候 他就要想到自己在快乐的时候 是如何错用了神的恩赐 如何自视甚高 轻看别人 如何因着被当日的情感所用 而做了许多不是从灵出来的事 这样的思想 会使信徒谦卑 他如果知道这样的经历 不过要是他自知而已 他就断步那样的全心追求这样的经历 以为这是最高尚的 神要信徒知道 当他满有快乐的时候 所做的事不荣耀他的名 一若他觉得苦楚的时候那样的多 他在光明的时候 并不比在黑暗时更为进步 他自己的生命 在这两种不同的光景中 都是一样败坏的 神的目的是要信徒胜过他的环境 基督徒总不应当因着他环境改变的缘故 而令其生活受了影响 凡受环境的影响 而改变其生活的 都不是身在主里有经历的 但是 我们已经知道环境所影响的 就是我们的情感 乃是情感受了环境的影响 因而使我们的生活起了 A化 因此 信徒如果要胜过他的环境 他就不能不胜过他的情感感觉 这是很要紧的一点 凡要胜过环境的人 必须胜过他自己各样不同的感觉 如果他没法胜过自己时刻改变的感觉 他就没有法子胜过环境 这都是因为使我们觉得环境改变的 乃是我们的感觉 环境一改变 感觉就觉得 就随之而改变 人如果不能胜过他的感觉 他的生活 就要随着感觉而改变 所以要胜过环境的 不能不先胜过感觉 因此 主就使信徒有了这样不同的感觉 意思要他学习如何胜过这些感觉 因而能胜过他们的环境 他们如果能胜过这样强烈相反的感觉 他们就必定会胜过外面 无论如何变化的环境 这样 信徒才会达到稳定的地位 而有固定的生活 不然 就要随波逐流而去 神乃是要信徒当有感觉时如何 在没有感觉时也是如何 当有感觉时 信徒是怎样忠心侍奉神的 是怎样与他交通 怎样做工 祷告 读经 神要信徒当没有感觉时 也照样忠心侍奉他 与他交通 做工 祷告 读经 神要他的儿女 不因着他自己感觉的光暗 而改变了他的生活 如果是应当忠心的 应当做工的 应当带倒的 就快乐时应当这样 苦楚时也应当这样 断不能再觉得油润时这样 到了觉得枯干时便不这样了 信徒在他的生活上 不能胜过不同的感觉 他就不能胜过不同的环境 不能胜过环境的信徒 都是因为他还没有胜过感觉 神如此做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要训练信徒的意志 真实属灵的生活 并不是感觉的生活 乃是意志的生活 属灵人的意志 已经蒙圣灵更新 现在乃是等候灵的启示 而出主张 而使令全人来跟从灵的启示 但是 信徒的意志 都是非常的薄弱的 时常不能贯彻他的主张 或者竟然受了情感的作用 而不要神所要的 因此 训练意志使之强壮 乃是一步紧要的功夫 当信徒兴奋时 他自然很容易地进前 因为有了情感的作用 在那里帮助他 当信徒颓丧的时候 信徒就很不容易前进 因为此时没有情感的帮助 不过是自己的意志 在那里做主而已 神的目的既是要意志刚强 不是要情感兴奋 因此就不时使信徒 有了一种枯燥 干旱 淡薄 荒凉的感觉 要是他在这时 借着灵的力量 运用自己的意志 来做兴奋时所做的 兴奋时是情感作用 现在神要信徒的意志 代替情感做工 在这样没有感觉帮助的时候 意志才会因着运用 而逐渐强壮 许多信徒 误会以为当有感觉时 乃是他生活最高的时候 没有时 乃是最低的 岂知信徒真实的生活 乃是信徒灵极意志而有的生活 当信徒没有感觉时 意志会生活到什么地位 那个地位就是信徒生活的真相 在枯干时 信徒如何生活 那才是他的真生活 还有 神如此的引导信徒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他要引信徒进入最高的生活里 我们如果查看信徒的经历 我们就知道当主每一次带领信徒进入灵程更高一层的时候 他总是先给他有这种感觉的生活一次 我们可说 信徒有了一次的感觉生活之后 他的灵程就多走过一站 这是因为神乃是先将他所要信徒得着的 使信徒在感觉上先觉着 而后收回这感觉 使信徒用灵借着意志保守他在感觉上所得着的 他的灵如果能借着意志 不顾感觉而进前 信徒就要看见他的生命有了真进步 这个是我们的经历所能证明的 在我们经过这样忽高忽低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尝试想 我们是进步了而又退步了 始终都是不长进的 我们虽然觉得这几年来 或者这几个月来 我们所经历的不过都是进而又退 退而又进的 但是让我们将我们今日灵命的情形 和我们才有这样经历时候的情形比较一下 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实在是有进步的 我们乃是在不觉得进步之中进步了 许多的信徒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就生了许多错误 当他完全奉献主以求得灵性上一种的新经历 如成圣得胜等的时候 他真的就很明显的进入一种的新生活里 自己觉得进步 满有欢乐 光明和清快 他就以为他所羡慕 所追求的完全生命已经得着了 但是 过了不久 他的新经历 忽然暗昧了 他的快乐 他感觉上的兴奋都失去了 信徒就多有灰心 以为他是不能完全成圣的 不能像别人一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的 因为他多时所羡慕的 得着还不几时 就失去了 岂知这是灵程中的一个定律 在感觉上所得着的 必须在意志里保守 在意志里所保守的 才真成功为信徒生命里的一部分 神不过将这感觉收回而已 神意思是要信徒在没有感觉的时候 用意志照着他有感觉时所知道的而行 信徒这样行 就过了一时 他要看见他在感觉中所失去的 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这是灵程中的一个定律 信徒若常记得 就不至于灰心 所以 一切的问题 都是在乎意志 我的意志是否仍旧那样的伏降主 仍旧那样的愿意随从灵的引导 如是 就无论感觉方面和如改变 都不要紧 我们当注意意志是否顺服灵 不要理感觉 例如 当信徒才得重生的时候 他尝试蛮有感觉上的快乐的 但是过了一时 有的链鱼 这样的快乐感觉却没有了 我们能否说他又沉沦了呢 自然不 他灵中已经有生命了 感觉怎样是不成问题的 这生活的危险 当神以这样的经历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如果明白他的意义 而照着神的旨意行 就丝毫没有危险的可言 但是 信徒一则不明白神的目的 再则靠着这样的感觉而活 当有感觉时 就急起直追 当没有感觉时 就匍匐不前 因而就难免发生了灵性上的危险 他们现在是以感觉作为他们生活的原则 因此 这生活就有许多危险了 信徒如果靠着这样轻快的感觉而活 他的意志就尝试软弱的 不能攻灵的使令 并且 灵的知觉就也没有长大发展的可能 因为信徒都是以他的感觉 代替灵的直觉 他乃是随着情感而行 因此 灵的直觉在一方面是受了情感的压制 另一方面是被人放弃 不来使用 因之就难以长大 因为直觉唯有在情感安静的时候 才能使人觉得他的意思 也唯有受人时常使用 才会变成强壮 信徒这样的倚靠情感而活 就叫意志长久没有自主的能力 直觉长久没有明显的声音 意志既尝试违避的 信徒就越需要感觉来促进意志做工 因此 意志就随着感觉而转动 有则进前 无则停止 在没情感时 意志自己总不会做工 总得有感觉的作用来鼓舞它 这样信徒的属灵生活 就一天低过一天 并且好像今后若没有情感的作用 就没有属灵的生活一般 情感的作用 乃是这样信徒的马非真 但是 可怜 信徒还不知道这个 还以为这乃是最高的灵命 乃是他们所当追求的 许多的信徒 所以如此错误的缘故 都是因为他们以为 当一种的感觉来的时候 他们不特觉得主的爱而已 并且他们也是非常爱主的 难道使我爱主的感觉 也应当弃绝吗 难道使我热切爱主的感觉 也是有害于我吗 这样的问题 就是表明信徒的愚昧 我们要问一句话说 当信徒充满了快乐感觉的时候 他真的是爱主吗 或者他是爱这快乐的感觉呢 不错 这一种的快乐 是神赐给我们的 但是 收回这快乐的 岂不也是神吗 我们如果真是爱神的 就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境遇里 我们都不能不热烈的爱神 如果我们的爱心 不过是在有感觉时才有 在没有感觉时就也没有 就恐我们所爱的并不是神 乃是我们的感觉而已 但是 信徒以为他那样的感觉就是神 岂知神和神的喜乐并不是相同的 圣灵必须只是信徒 他才会知道当他觉得枯干时 他所迫切寻求的 并不是神 乃是神的快乐 他所爱的并不是神 不过是那能使他快乐的感觉而已 这感觉虽然是使他觉得神的爱 觉得神的同在 然而 他并不直接爱神 只因这一种 使他觉得神爱 和神同在 的感觉会叫他觉得滋润 光明 清快 所以 当他失去这些的时候 他就再来追求这感觉 他们心中所喜欢的乃是神的快乐 并不是神 如果他们真是爱神的话 就当中水 大水来 叫他们觉得苦楚的时候 他们还是爱神的才可以 这自然是一个很难的功课 我们信主的人是不能不有快乐的 主也喜欢将他的快乐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 而享受他的快乐 以及我们自己不求这个快乐 神叫我们觉得快乐 我们就感谢神 神叫我们觉得枯干 我们也感谢神 自己不强要什么 就享受这快乐是有意无害的 但是 我们如果享受神的快乐之后 以为这样的快乐是可乐的 因而终日争逐寻求这快乐 就我们此时已经离了神 而寻他所赐给的快乐了 神所赐的快乐 是不能与神相离的 如果我们在神之外 去享受他所赐的快乐 我们的灵命已经遇险了 这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是以神为乐 乃是以神赐的乐为乐 我们就不会在灵城上尽前了 我们多不是因着神的缘故而爱神 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而爱神 乃是因为爱神 心里就会觉得快乐 所以才爱神 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实在并非爱神 乃是爱快乐 虽然这快乐是神的快乐 这样做 就是将神的恩赐 比赐恩的神看得更重 这就是表明我们还是靠着魂而活 还没有明白怎样叫做真正的属灵生活 我们乃是将快乐的感觉 当为我们的神 而物以之为可乐 因为信徒如此错误了 神就照着他的旨意 将这快乐收回 反叫他们觉得苦楚 要叫他们知道可爱的乃是他 不是他的快乐 信徒如果是真以神为乐的 就当觉得苦楚时 也要一样的高举神 亲爱神 不然就陷入黑暗的境界 神这样做 并非破坏信徒的灵命 乃是破坏信徒在他之外所败的偶像 他乃是除灭一切有爱灵命的 神要我们活在他里面 不活在他的感觉里面 还有一个危险 就是当信徒如此靠着感觉而活 而不靠着灵极意志而活时 他们就要受撒旦的欺骗 这个我们从前已经略为说过了 现在特在深述之 一件事是我们所应当知道的 就是撒旦最会以假冒属神的感觉给信徒的 当信徒寻求完全随从灵而行时 撒旦就以多方将各种的感觉给信徒 使之混乱了 如果信徒在存心随着感觉而行 他就有更好的机会以失其骗子的手段 信徒如果继续不断地要得着感觉 就正中了撒旦的计 因为此时他就要以各种的感觉给信徒 使之以为这是从神来的 邪灵是会使人觉得兴奋 也是会使人觉得颓丧的 如果起初的时候 信徒因为受欺 接受了撒旦的感觉 撒旦在信徒的魂里 就已经得着一个地位了 此后他就能有更厉害的欺骗 他要使他的感觉几乎完全都受了他的支配 不时使信徒在感觉上得着超凡的精力 叫他的全身为他所振动 所接触 觉得热 觉得冷 觉得受引导 觉得满意 觉得身躯轻快 离地而起 觉得从身上至脚底 好像有火完全烧过 觉得全人的污秽都已除静 什么都是清静的了 当信徒被邪灵所欺哄到这个地位时 他全人就要继续不断地靠着这些的感觉而活 意志完全变为麻木 直觉完全受了包围 信徒全人要完全在外面的人里活着 因而使里面的人受了捆绑 到了这样的地步 就几乎世事都是照着撒旦的意思而行了 因为仇敌如果要信徒做什么 只要以某种的感觉给他便够了 然而 信徒不知 凡以为他是得着神奇经历的人 所以 比别人必定是更属灵的 超凡的经历 是今日摧残信徒灵命最厉害的 也不知道多少神最好的儿女 都落在这个巢穴里 他们以为这些神奇的经历 使他们的身体上觉得有灵的能力活动 使他们忧喜 冷热 笑哭 有意象 有梦罩 有声音 有火焰 并且有说不出来的奇异感觉 必定是圣灵赐给他的 乃是一个信徒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 他们从来不切实地知道 这些乃是邪灵所做的功夫 他们未曾想到在圣灵之外 还有邪灵会如此活动 他们更不知道圣灵所有的工作 都是在人灵里面的 在身体上使人觉得什么的 十九是从邪灵来的 今日信徒为什么多现到这个地步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活在灵里 而爱活在感觉里 因此 邪灵才得失其伎俩 所以 信徒必须拒绝感觉的生活 不然 他就是留地位给邪灵来欺骗他 我们在此不能不郑重 请神所有的儿女注意他身体上的感觉 我们必定不应当让什么灵违反我们自己的意思 而在我们身体上发出什么感觉 应当拒绝一切在外体的感觉 应当不相信身体所有任何的感觉 不要随之而做 反要禁止 因为这些是仇敌欺骗的初步 我们只当随从在我们全人最深处的直觉 如果我们谨慎看过信徒感觉的生活之后 我们就看见在信徒这一种的经历中 是有一个贯通的原则的 无他 就是魏己 为什么要快乐的感觉呢 魏己 为什么怕格干呢 魏己 为什么要身体上的各种感觉呢 魏己 为什么要有超凡的经历呢 魏己 我 愿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 知道我们所以为最属灵的感觉生活 其中仍是充满了魏己的心 愿主教我们知道 当我们满有感觉快乐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还是以己为中心爱自于 灵命真假的试验 只看我们如何对待己 第五章信心的生活 圣经将信徒生活的正轨告诉我们说 一人必因信而生 罗伊十七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加二 二十 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临后五期 读了这几节圣经之后 我们自然知道信心乃是信徒所借着而活的 但是 心思里的领会固然很快 生命上的经历 却是不易 信心的生活和感觉的生活 乃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是相反的 感觉的生活 乃是在有兴奋感觉的时候 才会遵行神的旨意 才能以天上的事为念 当这美好的感觉一停止时 什么就也都随之而停止了 信心的生活就不是如此 因为信心生活的意思 就是凭着信心而活 信心是以他所信者为主脑 不是以这相信者 以他自己为主脑 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遭遇怎样 信心乃是看他所信者是怎样 虽然他自己的什么都改变了 如果他所信者没有改变 就他依然能尽前不屑 信心乃是与神发生关系的 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 乃是看他所相信的神如何 信心乃是随他所信的为转移 感觉乃是随他所觉得的为转移 因此 信心所看的是神 感觉所看的是自己 神是永不更变的 天因天情 他都是一样的为神 所以 靠着信心而活的 也要像神那样的不更变 无论黑暗光明 都要有一样的生活 信徒的感觉是时常更变的 因此凭着感觉而活的人 就不能不有高高低低的生活 神所要求于他儿女的 就是他们不要以享受快乐 作为他们生活的目的 神要他们只因着信他而活 在有舒服的感觉时 如何在灵城上奔跑 在有苦楚的感觉时 也如何继续进前 并不因一己的感觉 而改变了对神的态度 虽然觉得枯干 觉得没有趣味 觉得黑暗 但只因知道这件事是合乎神旨意的 便一直进前信靠神而进前 虽然在许多的时候 心里的感觉好像是反叛了 叫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郁闷 颓丧 要叫我们停止 灵城上一切的活动 但是 因为我们知道 灵城上的工作是应当继续的 便不顾一切反对的感觉 而依然进行 这就是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就是不顾感觉如何 只管神的旨意如何 如果相信这是神的旨意 就虽然自己觉得没有趣味 也是遵行的 感觉的生活 就是指做自己所觉得有趣味的 信心的生活 就是做神一切的旨意 不管其有趣味与否 感觉的生活 乃是引人活在神 自己之外 叫人应得着一点的快乐而满足 信心的生活 乃是叫人靠着神而活 以得着神而满足 因为已经得着神 就不因自己觉得快乐而增加其快乐 也不因觉得苦楚而随之苦楚 感觉的生活 叫信徒为自己活着 信心的生活 乃是叫人因神而活着 因而没留下余地给己的生命 己在什么地方有了什么可以娱乐 喜悦的 就在那里并没有信心的生活 不过是感觉的生活而已 因为乃是美好的感觉 才会叫己喜欢 信徒所以要靠着感觉而活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将己的生命交给十字架 所以 还是为己留下余地 要他在奔走灵城时 还是有什么可以使之觉得快乐的 基督徒的生活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 这是因为我们当初得着新生命时 乃是因着相信 因此 后来我们如果要靠着这新生命而活 我们就不能不继续用信心 信心乃是信徒生活的原则 基督徒的生活 实在没有别的 就是信心生活而已 这自然是信徒所承认 所知道的 但是 许多信徒在他们的经历上 好像忘记了他们平常所知道 所承认的 他们忘记了借着情感 借着觉得的快乐而活 而动 而盼望 乃是凭着眼见为人 不是凭着信心了 什么是信心的生活呢 信心的生活 意思就是不顾感觉的生活 因为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 信徒若要靠着信心而活 就当他们觉得冷淡 哭干 虚空 苦楚的时候 他们就不应当改变了长度而痛哭 以为自己已经失去属灵的生活了 我们是因信而活 不是因快乐而活啊 十字架更深的功夫 我们本来以为设外面身体的欢乐 和世界的艳乐 已经是十字架最完全的工作了 岂知神在除灭我们旧造的工作里 还有更深的十字架要叫我们经过 他要我们向他的快乐死 向他的旨意活 虽然我们这样感觉上的快乐 乃是因着神而乐 乃是因着神的亲近而乐 并不是因着什么肉体和世界的事物而乐 但是 神的目的 并不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快乐 乃是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 十字架必须做工 直到只剩下神旨意的时候 信徒若只喜欢神所给他的快乐 而不喜欢神所给他的苦楚 他就还未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 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快乐中 是有一个极大分别的 神的旨意是随时随处都有的 因为我们能在神的安排里 看出神的旨意来 但是 神的快乐并不是常有的 乃是有时在有的地方得着的 信徒如果贪求神的快乐 就他还不过是喜欢神叫他快乐的那一段旨意 并非喜欢神所有一切的旨意 在神叫他快乐的时候 他就会顺服神的旨意 在神叫他苦楚的时候 就要反抗神的旨意 如果信徒是以神的旨意为他的生命 就神叫他觉得怎样 他都是顺服的 因为他在快乐和苦楚的感觉中 都看出神的安排来 当信徒才在灵命生活的初步时 神却允许他们享受他的快乐 但是 当他们更进步时 就将他们的快乐感觉收回 因为这是与他们有益的 神知道信徒如果长久寻求 并享受这一种的快乐 他就要不靠着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而活 而要靠着他所觉得使他快乐那些的话而活 这样 信徒就活在神的安慰里 而不活在安慰的神里 因此 神必须将一切快乐的感觉收回 好叫信徒完全是因着他而活 我们知道在灵城首战的时候 当信徒为主受苦的时候 主常常安慰他 叫他觉得他的同在 看见他的笑脸 觉得他的慈爱 看见他的照顾 盼望信徒因而不灰心疲倦 此时信徒如果知道了什么是神的旨意而去遵行 神就要叫他在遵行时 心中充满了快乐 觉得虽然为主出了代价 然而所得的快乐 却比所失去的好的万倍 因而就喜欢做神的旨意 但是 神在此看见有一个危险 就是信徒当为主受苦的着安慰 行神旨意得着快乐之后 他若再为主受苦 或遵行神旨 他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平常受苦 遵行所得着的安慰和快乐 或者当他亦为主受苦 一行神旨意的时候 就盼望得着安慰快乐来辅助他进前 这样一来 信徒为主受苦 遵行神旨 都不是为着神了 乃是为着要得着这样做的赏赐安慰和快乐而已 这样 信徒如果没有安慰和快乐做他的拐 一 他就不会进前 这样一来 神的旨意 反不及神因为遵行他旨意所赐的快乐了 神知道当他安慰信徒的时候 他是非常愿意为他受苦的 当他赐给信徒快乐的时候 他是喜欢行他旨意的 但是 神现在要知道信徒的存心 果是如何 到底是为主的缘故 而为主受苦呢 还是为着受苦能得安慰而受苦呢 到底是因着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应当遵行呢 还是因为遵行神旨 会使他自己快乐才遵行呢 因此 神就在信徒的灵程稍微进步的时候 将信徒为他受苦遵行 神旨意时所有安慰和快乐都收回 叫信徒在为他受苦的时候 丝毫绝不得神安慰他 不止外面受苦 并且连心里也觉得苦 没有安慰 叫信徒遵行他旨意时 一点没有兴趣 觉得枯干 没有乐趣 现在神就能知道 信徒到底是为着什么而为他受苦 而遵行他的旨意 神此时就是问信徒说 你肯否丝毫不得着我的安慰 只因这是为我忍受的 因而忍受呢 你肯否做你一点没有兴趣的事 只因歧视我的旨意呢 在苦楚 平淡 枯干的感觉中 你能否为我工作 只因歧视我的工作呢 我给你身体的苦难 同时没有丝毫油润的感觉时 你能否因歧视我所给的 因而喜欢领受呢 这就是一个实行的十字架 主要借着这个启示给我们看 到底我们是借着信心为他而活呢 或是借着感觉为自己而活呢 我们时常听见人说到 我为基督而活 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许多的信徒以为 为主活不过为主做工 或者爱主而已 但是 这还差得甚远 为主而活 意思就是为主的旨意而活 为主的兴趣而活 为主的国度而活 在这样的生活中 没有丝毫是可以围着自己的 不留下一点的地位 为自己的安书 为自己的快乐 为自己的荣耀 在这里不许我们因为要觉得安慰或喜欢的缘故 才来遵行神的旨意 在这里不许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时 因为觉得 只心理 苦楚 觉得没有欣慰 觉得颓丧的缘故 而退后 而停止顺服 或者持言顺服 我们应当知道 不是身体为主受苦 就算得为主受苦 因为在许多时候 身体虽然受苦 心里却是满有快乐 我们若是为主而活 意思就是不特身体受苦 就是心里也是觉得苦楚 完全没有乐意 我们也是一直尽钱的 信徒应当知道 为主而活 意思就是不为自己留一点地步 愿意完全将自己交于死地 谁能在黑暗 枯干 乏味 颠沛中 不顾自己 喜欢接受一切从主来的 谁就是为主而活的人 如果我们是靠着情感而活的 就我们只能因着快乐的感觉 而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是靠着信心而活的 就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顺服主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明知道一件事是出乎神旨意的 但是 我们自己对之丝毫没有趣味 并且去做的时候 还要觉得枯燥 并不觉得主是喜欢的 是祝福的 是加厉的 反要因着与仇敌战争的缘故 好像是在死因的幽谷里行走一般 此时 如非靠着信心而前 就必定逃跑到他师了 哎 今日信徒不行神旨的不必说 只说那些遵行神旨的 有多少是不过遵行那些自己对之有兴趣的呢 多少信徒 只行那些投合他情感欲好的神旨呢 让我们重新问说 什么是信心的生活呢 信心的生活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因着信神的缘故而活的生活 约伯说 他虽杀我 然而我还是信他 伯十三十五 这才叫做相信 一次既然信神 爱神 仰望神之后 就无论神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如何苦待我 叫我经过火炼 叫我的身心都受苦 然而 我还要信他 还要爱他 还要仰望他 现在的信徒 多是盼望深受苦痛 心得平安 但是 有谁能因着信神的缘故 连心中的安慰都不要呢 这是最高的生命 谁能当他觉得神是恨他 是要杀他 是厌弃了他 依然不灰心 依然喜欢神的旨意 依然把自己交给神呢 应当知道 神不会如此待我们的 但是 在灵城进步的信徒 多有这样 好像受神厌弃的经历 当我们如此感觉的时候 我们是否不改变 我们对神的信心呢 当人要绞死天路历程的住者时 他说 神如果不干涉 我要就是这样 瞎着眼睛跳入勇士里 天堂 你来吧 地狱 你来吧 这是信心的英雄 在我们觉得颓丧的时候 我们能否说 神啊 你就是弃绝了我 我还是信你呢 情感当觉得黑暗的时候 便疑惑了 但是 信心是虽死不肯放松神的 但是 达到这样的地位的信徒 是何其少呢 我们的肉体 是如何反对 这样无我有神的生活呢 因为我们天性 不喜欢这样 被十字架的缘故 就有许多的信徒 在灵城上滞留不前了 他们总要留下一点的快乐 给他们来享受 如果在主里面失去一切 连教自己觉得快乐的也失去了 那真是一个太深的死 太重的十字架 完全奉献给主 可以做得到 为主受苦可以做得到 出代价遵行神的旨意 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将娱乐自己的一点感觉也弃绝了 真是做不到 许多的信徒就是宝贵不时一点的安慰 叫他们的灵命休息在这样微小的感觉上 他们如果有胆量 肯将自己交在神烈火的炉中 不稍微自怜自爱 他们在灵城上就要猛进飞腾呢 但是 信徒还是被天然生命所支配 以为自己所看得见的 所觉得来的 乃是稳固可靠的 而无胆量 无信心 无进取性 向他所觉不来 看不见的灵城里探地 好叫他发明前人足迹所未经的途径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化地为界的地位 以小失晓得为苦乐的原因 不再盼望更高深的了 他们被微小的己所限制 信徒如果知道神是要他靠着信心而活的 他就不至于时常发出怨叹的声音 或者生出不满的意念 他如果肯接受神所给他的干燥感觉 而以凡神给他的都是美好的 就他的天然生命 要何等的快被十字架对付呢 但是 不知道与不愿意阻挡了信徒 不然 这一种枯干的经历 就变成实行对付我们魂的生命的十字架 而使我们能够真活在灵里面 何等的可惜 许多的信徒 一生除了寻求一点感觉上的快乐之外 并没有成功别的 但是那些忠心的信徒 被神带入真正属灵的生命里 他们的生活 是何等属神呢 当他们回顾他们所经历的 他们知道主的安排真是不错 因为不是有了这些的经历 他们的魂生命是难以失去的 今日的需要 就是信徒不顾自己如何觉得 而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 但是 这并不是说 我们从今以后 要成为一个没有喜乐的人 在圣灵里喜乐 乃是神国中最大的福分 并且 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喜乐 这怎么说呢 这意思就是我们虽然失了感觉上的快乐 但是因着清洁的信心 所得的喜乐是不会消灭的 这是比感觉更深的 当我们属灵的时候 我们乃是失去从前以自于为中心的心 所以 就没有从前火热求乐的心 因着信心而有的灵里平安和喜乐 总是有的 随从灵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他就不能不拒绝一切感觉的生活 随从灵而行的信徒 就必凭着信心而行 随从灵而行 就是捐除肉体所抓住 所要求 所贪爱的美好感觉 以为他行事为人的拐杖和保证 当信徒随从灵而行时 他就一方面不怕没有感觉的辅助 另一方面 不怕感觉的反对 信徒的信心一软弱 一步随从灵而行 他就要寻求他所能看见 所能觉得 所能摸着的 作为他的后盾 每一次灵命衰弱的时候 感觉就要代替直觉引导 过感觉生活的信徒 都会看见 他自己在起初是要求美好的感觉 但是 不久他乃是要有人事的帮助 因为你如果不能拒绝感觉的美好作用 就感觉还要引导你去倚靠人事 因为感觉需要人事作为他的休息所 因此 情感的信徒就尝试用自己的法子 寻求人的帮助 随从灵的引导 比什么都需要信心 因为直觉的引导 尝试与感觉完全相反的 没有信心的 就不会进钱 蜀魂的信徒 当敢颓丧的时候 就停止他的侍奉神 但是 凭着信心而活的信徒 不是等到感觉兴奋时方形工作 乃是求神加增他灵的力量 以胜过这颓丧的感觉 意志的生活 这样信心的生活 可说就是意志的生活 因为信心既是不顾情感的 就在枯燥的时候 借着意志出来 发出主意要照着神的旨意而行 虽然信徒不觉得应当顺服神 但是他却会要顺服神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种的基督徒 一是靠着感觉的 一是靠意志 只更新的 感觉的信徒 乃是当他有感觉的帮助 觉得高兴的时候 才会顺服神 意志的信徒 就无论环境如何 感觉如何 他总是一样的定规 要顺服神 我们的意志 乃是表明我们自己 真我的意见如何的 我们的感觉 不过是我们所受的 一种外面的刺激而已 因此 当信徒在感觉快乐的时候 来遵行神的旨意 在神看来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因为这乃是神的快乐 鼓动他来遵行的 并不是他诚心要遵行的 乃是当信徒 丝毫不觉得快乐 没有什么美好的感觉 来扶助他进前 他却愿意 确定归要遵行神的旨意 神才以之为有真实价值的 因为这是出自信徒的诚心 乃是信徒尊重神 降伏神 不顾自己 不为自己活的表示 实在说来 鼠灵和鼠魂信徒的分别 就是在此 鼠魂的信徒 乃是当有什么感觉 足以满足他的喜好的 他才会顺服神 这是以自己为前提 鼠灵的信徒 乃是以他更新的意志 完全与神联合 听神的安排 虽然没有什么外来的帮助 也是不变其节的 当我们身体快乐 感觉快乐的时候 顺服神到底有什么可夸的呢 当我们身体受苦 而觉得主的安慰的 顺服主也有什么可夸的呢 乃是当身体受苦 感觉也受苦 没有 自然是只觉不得而言 主的安慰 爱心 福祝 同在 和快乐时 仍能决定要顺服主 要遵行他的旨意 才是神所宝贵的 多少的信徒 并不知道靠着灵而活 意思就是靠着 与神联合的意志而活 没有与神联合的意志 是靠不住的 不能持久的 乃是完全服降神的旨意 才会时常要灵所要的 他们当初听见别的信徒告诉他 顺服主 为主受苦是何等的快乐的 他们因为羡慕这一种的生活 就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 盼望来得着这更高的生命 真的 在他们奉献之后 他们有许多主亲近 主钟爱的经历 他们就以为现在什么真是如愿以偿了 岂之 不久 所有这美好的经历 都成为过去的沉寂 他们因为不知道真实灵命的表现 不是在感觉 乃是在乎意志 就生了无穷的苦楚 以为他已经失去他属灵的生活了 这样的信徒应当知道 现今真的已经不觉得什么了 但是 当初奉献的心 有没有改变 要遵行神旨意的心 有没有改变 愿意为神 无论如何受苦的心 有没有改变 诚心肯为神做任何事工 到任何地方的心 有没有改变 如果这些并没有改变 就他的灵命 并没有丝毫的退步 如果改变了 那么灵命就真的退步了 如果信徒真退步 并不是因他的快乐失去 乃是因为他的意志 并不如从前那样的要顺服神 他如果真进步 就也并非因他有了许多美好的感觉 为他从前所没有的 乃是因为他的意志 与神有更深的联合 更愿意遵守神的旨意 与神的旨意更表同情 实在属灵的生命 乃是以意志如何 与神的旨意联合为标准 并不是以感觉的美恶为记号 感觉虽然美好 如果没有无条件的顺服神的心 就灵命是低落不过的 感觉虽然枯燥 如果愿意到死中心的顺服神 就灵命是高尚不过的 灵命乃是以意志为全度 这是因为意志就是表明我们的自己怎样 意志如果降服神了 就是说 我们自己已经降服神 不在自己为主了 自己与灵命乃是站立在对峙的地位 自己如破坏了 灵命就必定长大 自己如果上势刚强 灵命就必定受亏损 因此我们要看人灵命如何 只要看他的意志如何 感觉则不然 因为就是当情感有最好的感觉时 信徒仍可以满有自己要自于自愿 因此 诚心追求上进的信徒 且不要受了迷惑 以为感觉乃是他的生命 因而津津然以感觉上的快乐为念 应当知道自己的意志是否已经完全降服神 快乐与否都没有关系 神是要我们靠着信心而活的 他也许喜欢叫我们长久没有什么感觉上的慰藉 而与我们单靠着信心而活 单以遵行他的旨意为足 我们愿意吗 我们的快乐 只可因我们已经遵行神旨了 不可因我们自己觉得快乐才快乐 他的旨意应当够叫我们快乐 人的本分 当信徒被感觉生活所支配的时候 他就要忽略他对人的本分 感觉的生活 因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因而 就不能顾到别人的需要 信徒履行本分 是需要信心和意志的 因为本分的责任是不顾感觉的 我们对人的本分 乃是一定的 我们事业的本分 也是一定的 并不能因着我们的感觉改变 本分也可随之而改变的 本分是应当按着原则而尽的 并非可以随着我们的感觉而改变 当信徒只在感觉里明白真理的时候 他就必定不尽他的本分 因为他看见自己与主交通的时候 是何等快乐的 他就羡慕这样的时候 当信徒有了美好感觉的快乐时 他最大的试探 就是终日能够不闻不问别的事情 只单独在主面前享受这样的快乐 他很不喜欢他自己本来的工作 因为里面难免有许多的试探和艰难 他觉得当他与主相对时 他是何等的圣洁 何等的得胜 但是 当他一出来做他日常的本分时 他就看见自己又是如从前一样的失败 一样的污秽 因此 他就喜欢逃避他自己的本分 盼望自己能够长久在主面前 好叫他自己长久圣洁得胜 他以为这些的本分 不过都是属世的事 像他这样圣洁得胜的人 是不应当过问的 因为他是这样羡慕于主来往的时候和地方 并且是这样恨恶他自己本分的工作 因其阻挡他的快乐 他就因着寻求于主来往的时候和地方的缘故 而不顾到别人的需要和幸福 为父母者 常因此而不细心照顾他的儿女 为仆人者 常因此而不忠心服侍他的主人 因为他们想这些的事 不过乃是属世的 他们所追求的 乃是更属灵的 所以可以不管 这不是因为别的缘故 就是因为信徒还没有靠着信心而活 他还是要求自养 这是因为他还没有与神完全联合 因此他应当在特别的时候 在特别的地方 才得与神往来 这是因为他还不能在诸事上学习用信心看见主 而与主同工 他还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的琐事里与主联合 这是因为他对神的经历 不过只在感觉里而已 因此便喜欢在山上织杖棚与主长久同居 而不欲下山去赶鬼 信徒当知道基督徒最高的生命 与他生活的本分是不会相悖的 当我们读过罗马 哥罗西 和以弗所诸书信的时候 我们看见信徒在人方面的本分 是应当如何完全做尽的 基督徒最高的生命 并不是在什么特别时候和地方表现出来的 如果这样 就这生命 也不过尔尔了 乃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地方 这个生命都有完全表现的可能 在操作家事时 和在对人讲道 或向主祷告时 并没有两样的地方 基督的生命 是可以在各种的事工上显明出来的 我们所有不满意于我们现在的地位 和不愿意进这地位所当尽的本分的心 都不过是情感生活所给我们的 我们的反抗 就是因为在这些事里 并没有我们所贪爱的快乐 但是 我们的生命并非围着快乐 我们为何又寻求快乐呢 感觉的生活 需要我们违背我们的本分 信心的生活 并不如此 我们爱神的心 并不要我们舍弃我们对朋友 对仇敌的本分 如果我们在诸事上与神联合 就我们知道我们对个人正当的本分是什么 当如何来尽这本分 对神的工作 拒绝情感的生活 而完全靠着信心活着 乃是为神做工最要紧的条件 情感的信徒在神手里乃是没有用处的 感觉的信徒 叫他享受快乐是会的 叫他做工是不会的 他还没有达到做工的资格 他们是为自己活的人 他们尚未为神活 唯有为神活的 才能做神的工 这怎么说呢 难道情感的信徒所做的工 都算不得吗 信徒必须达到信心生活的地位 才有为神做工的实际 才实在是神手里的工具 不然 他的目的 乃是在乎快乐不是身体 就是感觉当觉得不快乐的时候 他就要停止了 他为着感觉而做工 也为感觉而停工 他心里是满有自爱的心 当神把他放在一个工厂里 充满了身体和感觉的苦楚时 他就要自怜自息 而不再尽钱了 主耶稣的工作 是十字架的工作 信徒的工作 也是十字架性的工作 这有什么可乐的呢 所以 如果不是将情感自爱的心完全交给死 神就很难得找一个实在的工人 神今日需要一般肯跟从他到底的人 来做他的工人 太多的信徒 在工作兴旺的时候 在工作与他趣味投合的时候 在自己的感觉没有受伤损的时候 他是会为主做工的 当时自驾临到 要求他死 要他除了用信心抓住神之外 没有别的帮助他 使他喜欢时 他就不钱了 我们知道 真是神做的工 是不能不有效果的 但是 谁能领受神的命令 做十年八年的工 不见一点的效果 只因歧视神的命令 而依然忠心尽钱呢 有多少的信徒做工 只是为着神的命令呢 或者做工 是为着要看见效果呢 神需要信心的信徒为他做工 因为神的工作都是为着永世的 因为他的工作是这样的满有永久性 人在暂时 就很难看见 也难以明白 因此 那些上士靠着感觉而活的 就不能加入这样的工作中 因为没有什么足以叫他的感觉喜悦的 十字架的死 如果不是深深地对付这信徒的自己 叫他不围着自己留下什么 他就要看见 在主的工作上 他只能跟从主到了一个界限 过此就不能再钱了 神需要完全破碎的人 肯跟从他到死亡地方的人 来为他做工 对仇敌的征战 感觉的信徒 在属灵的征战上 更是不足用的 因为用祷告向魔鬼进攻的属灵征战 乃是一个的确舍己的工作 这是何等苦呢 没有什么可以自愈的 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和神的国度倾倒出自己的生命来 灵中的抵挡和摔跤 是何等的难受呢 为着神的缘故 灵里付了说不出话来的重担 是有什么可乐的呢 全人的力量 都会和向邪灵进攻 有什么趣味呢 这是一个祷告的征战 然而 为谁祷告呢 不是为着自己 乃是为神的事工 这样的祷告 是为着征战的 那里像平常表情祷告那样的有趣味呢 在魂中为信徒受生产的痛苦 用祷告来破坏 并建设 到底有什么能使人觉得舒服呢 灵战是没有什么可以叫肉体喜欢的 除非你是在理想里作战 情感的信徒 就是和撒旦争战 也是非常容易失败的 当他用祷告来攻击撒旦时 撒旦就要用他的邪灵来攻击信徒的感觉 他要叫信徒觉得这样的征战是苦楚的 这样的祷告是枯燥的 当信徒觉得难过 没有趣味 黑暗 干燥的时候 他就要停止了征战 因此 情感的信徒 是不会和撒旦征战的 因为只要撒旦一攻击他的感觉 他就受不住了 感觉如果尚未经过死 就无论何时 撒旦对信徒总是有些可击的 每一次无论要反对撒旦什么 他只要在此一下手 信徒便失败了 我们自己若未胜过感觉 就怎能盼望胜撒旦呢 因此 属灵的征战 需要完全向感觉持着死的态度 单独靠着信心的人 这样的人 能忍受单独的痛苦 能不求人的喜悦和伴侣 而向仇敌作战 这样的人 能在各种难过的感觉中 依然尽潜 这样的人 不顾自己的死活 只看神如何引导 这样的人 没有自己的兴趣 羡慕 和喜好 这样的人 已经将挤交于死地 完全为神活着 这样的人 不错怪神 不误会神 以他所有的道路 都是可爱的 这样的人 能堵住破口 虽然好像神遗弃了他 没有人来救援他 但是 他却能独当一面 就是这样的人 是会做祈祷的战士 而胜过撒旦的 安息 当信徒经过了主一切的对付之后 他就要进入信心的生活里 这信心的生活 没有别的 不过就是真实属灵的生活而已 当信徒到了这样的地位之后 他就有一个安息的生命 十字架的炉火已经将他贪求的心取去了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他的功课 知道唯有神的旨意是可宝贵的 其他一切虽然是他天然所喜欢的 并非最高的 也非与最高生命相配合的 现在他喜欢失去一切 凡主所看为应当收回的 他都欢欢喜喜地让主的手做工 从前因着盼望 追求 寻找 奋斗所生的叹息 苦恼 和忧伤 现在都没有了 因为已经知道 最高的生命乃是为神活着 为着顺服神的旨意 他自己虽然一无所有 什么都失去 但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全 他就满意了 虽然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享受的 但是 他俯伏在神安排的手底下 如果神喜欢了 就无论他自己遭遇什么都不要紧 现在是完全安息 没有什么外面的事可以激动他了 现在他靠着意志 与神联合的 而活 他的意志满有灵的力量 可以管制他自己的情感 他的生活 真是平稳 固定 安息 从前高高低低的生活 现在没有了 然而 我们不要误会 以为今后 他不会再偶然被情感所支配 因为当我们还未进入天堂之先 这样无罪的完全是不可能的 不过 将现今的情形和从前的情形相比较 就可说是安息了 固定了 平稳了 从前那样的时常的纷乱 现今的确是没有了 不过 有时偶然受情感的作用而已 因此警醒祷告乃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也不要误会 以为今后他就没有感觉苦乐的可能 那是没有的事 因为除非我们的情感机关完全除灭了 我们的感觉是依然存在的 一切的苦楚 黑暗 枯干 难过仍然是我们情感所能觉得的 不过苦难好像只能达到我们外面的人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里面的人来 因为我们灵与魂有更清明的分开 所以无论我们的魂在外面如何受苦 如何受扰乱 而我们的灵 在里面总是平安稳固 好像无事的 当信徒的生命达到这安息的地位时 他就要看见他起初所有为主的损失 现在都一一补满 他此时已经得着神了 因此一切属乎神的他也都得着了 从前神所收回的 现在他都可以在神里面按着正道而享受 神当初所以那样的使他经历忧患 乃是因为他魂的生命是一切的主脑 他自己太有所爱 太有所求 并且 甚至在神旨意之外而贪恋 这样独立的行动 必须经过神的取地方可 现在他已经失去自己了 他的魂生命已经失丧了 所以 他能在一个正当的地位上 在一个正当的界限里 享受神的快乐 乃是到了现在他才会在神里面与神的快乐有正当的关系 热切为自己贪要什么的心已经死了 他要存着敢意接受一切给他的 没有给他的 他也不为这艳乐的缘故而强求 信徒到了这个地位 才算到了一个清洁地位 清洁的意思 就是没有什么夹杂在里面 凡有什么掺杂的 都算不得清洁 照着圣经说来 都是污秽的 当信徒还未达到这个地位时 他总没有清洁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生活中 是有许多掺杂的东西的 他为神活着 也为自己活着 他爱神 也爱自己 他的存心为神 同时也有思慰自己为自己的荣耀 快乐 安淑 这是污秽的生活 他靠着信心活着 但也靠着感觉 他随从灵而行 但也随从魂 虽然他所留给己的地位并不大 但是这以足叫他的生活不清洁 唇衣的方式清洁 有外来什么东西加在里面的 都是污秽 当信徒经过十字架切实做工之后 他就要达到清洁的生活 一切都是为神 一切也是在神里面 神也是在一切里面 没有什么是为自己的 就是要使自己感觉一点快乐的心也除去了 情感的自爱 已经交给死了 现在的生活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神如果喜悦 就什么都不要紧 顺服神 乃是独一的目的 当顺服神时 自己觉得怎样 乃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一个清洁的生命 虽然现在神也赐给他平安 安慰 和快乐 但他不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 故来享受这些 什么现在都是在神里面看 他自己的蜀魂生命 现在已经终结了 神将清洁 安息 真实 信靠的蜀灵生命赐给他 破坏他的乃是神 但是建立他的也是神 蜀魂的破坏了 蜀灵的建立了